第10017章 岁岁平安 大年初一 古间看着肖默仁和稻子穿了同款大红衣袍过来 远远看去 就跟亲兄弟似的 顿时笑出了声 你们两个倒像是亲兄弟 落后一步扶住道花进屋的肖叶阳笑道 他俩本来就是兄弟嘛稻子 煞有其事地点住头 就是就是 肖默仁没说话 可眼里嘴角都溢满了笑意 他喜欢王叔婶子这种不拿他当外人的态度 不多时 丫鬟们就端住热腾腾的酒酿四喜汤圆过来了 稻子见了 忍不住想要表现一番 颠颠地跑去帮忙 老祖宗 我给你端汤圆吃 道花大住肚子行动不便 刚想阻止 就看到儿子已经 伸手去端盛住汤圆的此碗 花当 此碗太烫 稻子没忍住 碗就摔到了地上 大年初一摔碎东西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丫鬟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 稻子自知做了错事 小心翼翼地看住道花 骨肩本想安慰道子两句的 可有徒弟在 他和肖叶阳都很有默契地选择闭嘴 肖默仁担心道子受责骂 连忙上前说道 婶子 都怪我 是我没拉好道子道花笑着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说着 看向庄安纯的儿子 没有责骂 也没有安慰 你摔了碗 你现在该做什么 稻子见道花并没有生气 松气地拍了拍胸口 想到娘平时教导自己的 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 便笑着看向贵住的丫鬟 起来吧 这是不怪你 赶快收拾一下 说着 低头看了看被汤打湿的鞋子 看向道花娘 我鞋子湿了 得重新去换双新的 你们先吃住 我马上就回来 说完 就跑出了屋子 肖默仁见了 想跟过去看看 不过被道花阻止了 好了 你就别操心他了 快坐下吃汤圆 冷了可就不好吃了 稻子那边有奶娘跟住 不会有事的见老祖宗和王叔开了 肖默仁也只好 拿起了汤匙 没多久 稻子就蹬蹬蹬跑回来了 娘 我换好鞋子了 道花按了一声 拉了拉凳子 示意稻子坐下吃饭 稻子坐下后 瞅了瞅饭桌上的人 最后还是选择主动道歉 娘 我错了道花转头看向稻子 错哪了 小孩摔完本就是小事 不过 儿子主动认错 不趁机说叫两句 好像有些亏 道子 今天是大年初一 我打破了碗 不吉利 道花摇头 摔个完只是小事 也没有不吉利 股间连忙接话 对对对 没有不吉利 咱们家会一直顺顺利利地忍老了 对于有些东西 他还是很忌讳的 肖叶阳对这些道士不在意 笑着看儿子跟他娘周旋 道子双眼一亮 真的 那我们家是不是就不用倒霉了 道花面露茶意 谁说我们会倒霉的 道子 我之前听厨房婆子说的 说新年期间不能摔破东西 不然会倒霉的 道花可不想儿子心里记住这种不好的暗示 那是他胡说的 你摔破了碗 这叫碎碎平安听到 这话 肖叶阳都看了过来 碎碎平安 你这个解释倒挺好的 股间指点头 对 碎碎平安 咱们家会一直好好的 见爹娘和老祖宗都没怪自己 道子彻底安心了 开开心心地拿起汤匙准备吃汤圆 道花却又开口了 摔碗是小事 可今天你确实是错了 错在自不量力 道子撅嘴垂下了头 道花继续说 你瞧着碗不大 就觉得自己端得起 却不知碗很烫 你看丫鬟们端得轻松 就自觉自己也行 可实际上呢 你的 手嫩 承受不住高温 也不会端碗的技巧 一下就将碗给摔了 就像你前些天挂灯弄也一样 看住小森们挂得轻松 可实际上却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还说胳膊酸吗 咱们做事呀 一定看清事情本质 清楚自己有几分能力 别冲动逞强 要量力而行 说完 咬了一个汤圆到稻子碗里 稻子知道娘这是在安慰自己 脸上顿时扬起了笑容 大声道 娘 我知道了 我以后会三思而后行的道花笑了 快吃稻子笑咪咪 的 咬起道花给的汤圆吃了起来 接着就压了一声 惊喜道 娘 我吃到元宝了 我今年又要走大运了说着 还将拇指大的金色 小元宝咬给萧叶阳和古坚他们看 古坚笑呵呵道 我们稻子要走运了 老祖宗 你也快吃 说不定你马上也能吃到元宝了 好好好 老祖宗这就吃 看住愉快吃着汤圆的稻子 以及和乐融融说笑住的王叔一家 萧默仍松了口气 摔碗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大年初一摔碗 这事说大也不大 可要是搁在经里 很多人家都是在意的 萧默仍忍不住想象了一下 要是是他打破了碗 他的父王和母妃 大概率是会责怪他一番的 父王 母妃对他期许很高 一直以来对他都挺严厉的 要求他做事务必尽善尽美 他很少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这要搁以前 他也没觉得什么 毕竟其他堂兄弟表兄弟 都是这么过的 带来了王叔家后 看住婶子对稻子的教导 感受着王叔家里 轻松愉快的氛围 他觉得 这才是家的感觉 四哥 你吃到元宝没 就在萧默仍想的出神时 稻子问了他一声 萧默仍连忙咬了一口汤圆 然后在稻子直勾勾的注视下 慢慢吐出了一个金色小元宝 看到萧默仍也吃出了元宝 稻子顿时咧嘴笑了起来 太好了 今年我们大家都能交好运 真是太开心了 四哥 你高不高兴 萧默仍高兴 稻子又说 四哥 等会儿我们去放炮仗吧 萧默仍连忙看向萧叶阳和道花 萧叶阳笑道 想玩就去玩 我会让他福 得受跟住你们 玩炮仗小心点 千万别伤到自己 要不然下次可就没得玩了稻子 哎呀 爹 我们知道了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会伤到自己的 这话让萧叶阳无语 骨尖和道花却笑了起来 第10018章 青年 来良都的这个新年 是萧默仍过得最痛快的年了 没有父母的约束 也没有各种礼仪规矩的束缚 只要不涉险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王叔和婶子从不干涉 稻子跟在萧默仍屁股后 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过年期间 萧默宽 萧默宝 萧默续三个也时常来王府玩 只有萧默庆被安老夫人约束在家 对此 知道的人都无语地摇了摇头 萧默庆是大皇子的儿子 来西凉是为了替赴孝敬府国公 安家人竟不让他登微月王府的门 真是愚蠢至极 过完年后 安家就要回京了 萧默庆自然是要跟住走的 离开前 安家还是做了一下面上功夫 让萧默庆在安家护卫的陪伴下 来了一趟王府 向古坚道别 你要回京了呀 大人之间的事 道花并没有告诉稻子 知道萧默庆要回京了 稻子很是惊讶 这段时间 萧默庆没少听安老夫人 说威远王府的坏话 对住稻子 他心里也是有芥蒂的 对呀 我马上就能离开这个 鸟不拉屎的西凉了稻子 神色有些不悦 你既然不喜欢这里 日后就别来了 萧默庆哼了哼 不来就不来 谁稀罕 说着 看向萧默人几个 四哥 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回京啊 萧默人 黄祖夫并没有下旨 让我们回去萧默庆 有些失望 他们是一块来的 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回去 他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想到离开西凉后 就再也不能玩滑梯这些了 萧默庆看向稻子 我还想到你的游乐园去玩玩 稻子不是个小气 大方的同意了 玩到下午 萧默庆才磨磨蹭蹭地准备离开 稻子见萧默庆念念不舍地盯住他的游乐园看 想了想 让小四把滑板车拿了过来 你不是喜欢滑板车吗 送给你 萧默庆没想到稻子会送 他东西 有些诧异地接过滑板车 谢谢啊 稻子豪气地挥了挥手 不客气 谁让我们是哥们呢 听 稻子这么说 萧默庆双眼一亮 有些得寸进尺道 既然是哥们 那你能不能再送我两样东西 稻子面露戒备 你还想要什么 萧默庆迅速地说 我还想要你那套葫芦娃故事书和积木 稻子脑袋摇得跟个波浪鼓似的 不行不行 故事书是我娘亲手为我绘制的 我不能给你见萧默庆面露失望 稻子肉痛道 我给你一套积木行了吧 虽然没要到故事书 可得到了积木 萧默庆还是很高兴的 小思将积木拿来后 直接放到了马车上 马上里还有道花送给萧默庆的成衣 就这样 和众人道别后 萧默庆离开了王府 就在安家启程回京的时候 平亲王也收到了稻子画给他的画 稻子的话很稚嫩 饿狼代表安家 肥肉代表萧叶阳 威风凛凛出来驱赶恶狼的老虎代表平亲王 联蒙带猜 加上肖叶阳的书信 平亲王算是将孙子的话看懂了 哈哈 本王的孙子就是聪明 还不到五岁 就知道千里班就兵了 看出画上的老虎 平亲王满意极了 平亲王府 还是要数他最厉害了 都说小孩子的眼睛是最雪亮的了 果然不错 平亲王笑着将画拿给了下人 让其立马拿去装表 然后才重新拿起 萧叶阳的信看了起来 知道安家的老夫人 静气的而息动了胎气 平亲王也是气得不行 这个安家 欺负人竟欺负到叶阳两口子头上去 还有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啊 随即 平亲王提着心得的一对鹦鹉 进宫找皇上去了 儿子媳妇被欺负了 他可不得找皇兄诉诉苦去 因住安置行在西凉 私自挖掘未家财产的事 这段时间安贵妃和大皇子过得都不好 如今再加上平亲王时不时的就当众挑刺找茬 两人都有些苦不堪言 平亲王手里无权 所以形势向来没什么顾忌 那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最后说的大皇子见到他都绕道走了 杨首府老母亲寿宴 大皇子愣是没敢登门 无他平亲王也去了杨家 如今但凡有平亲王在场的场合 大皇子都会有意避开 因为这位王叔才不管脸面不脸面 那是真敢当众训斥他的 他要脸只能避住 回到大皇子府后 大皇子心里窝火得很重 安家 他用安家是为了帮自己 而不是四处给他招惹敌人的 这次去西凉不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爵位 反而还得罪了平亲王叔和萧叶阳夫妇 没没想到这个 他就头疼得不行 大皇子妃见大皇子脸色不好 问了一下随身太监 知道了前因后果后 想了想到 殿下 要说我 你也敢约束一下安家了 见大皇子沉默住没说话 继续说 是 萧叶阳夫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可是为何度 长几家都没事 唯独安家被遣了回来 大皇子眉头死死拧住 安家是母妃的 娘家 有些话她不好说得太过 想到这里便烦躁地站起身 我知道了 看住大不离去的大皇子 大皇子妃冷笑了一声 安家虽是大皇子 都爱家 但她对安家也是厌烦透顶了 安家那位老妇人更是讨厌至极 仗助长辈的身份 竟然一而再 再而三地插手大皇子府的事 真的是让她忍无可忍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要她说 安家老妇人永远待在西凉才好呢 她是再也不想见到那张老脸了 可惜 不过这次被人如此下脸地赶回来 看她日后还敢不敢仗助贵妃和大皇子的事 随意耍微风 微远王府 元宵节这一天 稻子一大早就跑来找宵夜阳了 父子俩说好了 今天要出府逛街 娘 我看到好玩的 会给你带的炖了一下 又到 有好吃的 也给你买到花失效 你好好玩吧 娘什么都不 缺出府后 你和你四哥一定要跟紧你爹 千万别走散了 稻子乖乖 得听住 也不嫌烦 因为她知道 若是娘不同意她出府 她大概是出不了府的 吃过早餐 萧夜阳带着稻子和萧莫仍出府了 他们走了没多一会儿 韩欣然就来了 嫂嫂 韩欣然见到花响起身 连忙上前拦住 你这就要生了吧 肚子也太大了 稻花笑着顶头 预产期在二月中下旬 韩欣然看住 稻花的肚子 怀双胎好是好 就是太辛苦你了 稻花笑道 一次性生两个 日后我就解脱了这话 韩欣然没接 在她看来 女人还是要多生几个孩子 傍身才好 笑着说起了其他 母亲和祖母知道你快生了 这次送了不少东西过来 我给你带来了 想到多年未见的家人 稻花有些感叹 我来细凉七年了 七年没见过祖母和爸爸娘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第一千零一十九章 龙凤胎降生 砰 春辉院 郭若梅脸色阴沉地 将一盏茶给砸在了地上 楚浪见了 默默挥散了屋子里的丫鬟 然后才上前安慰道 何必跟那起子小人计较 白白气坏的身子 郭若梅冷着脸道 闲言碎语我是不怕 但 反正这些年来也没少听 可现在不是牵连到了 叶阳小两口吗 一想到安家人回京后 大肆传播他住在 威远王府的事 郭若梅就恨得牙痒痒的 他和平王子和离了 再住在叶阳府里 私底下倒还好 可闹到了明面上 就有些不合规矩了 尤其是这还牵涉到了皇家 之前有府国公的默许 皇上哪怕知道 他住在王府 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现在议论的人多了 影响了皇室的脸面 皇上心里肯定会有意见的 更恶毒的是 安家人不止说了他 还捎带上了除浪 他哪怕没回京 也能想象得到 那些无风都要整点浪花起来的 小人会如何编排他们 以及重伤夜阳小两口 除浪安慰道 京城最是不缺风言风语了 咱们这事过一段时间 也就慢慢地淡了锅若梅摇头 叹道 这事过不去 别人也就算了 凭亲王心理 不可能不在意的 除浪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才问道 这事 要不要告诉夜阳夫妻 郭若梅果断摇头 一意马上就要生了 他这一胎本就怀得辛苦 可不能在这时候 给他找七瘦 楚浪 夜阳怕是瞒不了 郭若梅也知道 儿子和京城那边 是有信息往来的 夜阳知道就知道 把说着 叹了口气 他就是想多陪陪儿子一家 咋就这么难呢 郭若梅面露悚然 道子马上就要五岁了 我们也来了五年了 是时候该离开了 楚浪没接话 不管若梅做何决定 他都是支持的 郑苑 萧叶阳像往常一样 帮助道花捏腿 道花瞅着面色如常的他 摸出枕头底下的信 递给了他 萧叶阳狐疑地看了一眼 道花 谁的信 道花 自己看 萧叶阳将信打开 扫了一眼 就知道道花知道 安家回京后 编排重伤他们的事了 你怎么也关注起这些流言蜚语来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还巴巴给我看 道花腻了他一眼 别的流言蜚语 我自然是不关注的 可这事 咱们家自己的这事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如今集住母亲 住在王府的事 可算是好好出了一口气了 道花宁眉 我就知道 几个皇子外家 一来西凉 一定会有各种阴谋 果然这么快就来了 真是人在家中做 锅子从天上来 现在京城的 人说什么的都有 说萧叶阳不是奉亲爹 却养着生母的野男人 是个不忠不孝之人 更甚者 还杜撰了好些 郭若梅和楚浪的风流运势出来 用心极其恶毒 道花有些头痛的 揉了揉太阳穴 这是不好办呀 最主要的是 这里头牵扯到平亲王 王马儿给他的信中 虽没明说 但他也想象得到 平亲王一定很生气 萧叶阳见道花发愁 直接说 行了 就这样吧 这是你也别多想了 流言蜚语总会有 淡下去的时候 道花无奈地点住头 一边是 婆婆 一边是公爹 不管他们做什么决定 都会伤到另一方 也只能放任 不管当作不知了 萧叶阳咬着牙 这笔账 我迟早会找安家清算的 道花原本还想着 安家走了 他就能清静了 没想到安家回了京 照样能给他们添堵 真是烦人得很 这次过后 安家和威远王府 算是彻底成了死对头了 进入二月后 郭若梅天天都来正院陪道花 四个嬷嬷也随时待命 奶妈 产房这些都收拾准备妥当 第二次生产 道花倒是不如第一次那么紧张了 怕生产的时候 下到稻子 道花直接将小家伙打包 送到古建院子住去了 二月二十六 一大早 道花直接被疼醒了 推了推身边的萧叶阳 萧叶阳还在熟睡中的 萧叶阳瞬间睁开了眼睛 怎么了 阵痛过后 道花脸色好看了一些 肚子里的孩子发作了 可能今天就要生了 萧叶阳面色一变 飞快地下了床 然后大声将丫鬟叫了进来 并吩咐 人去请四个嬷嬷和郭若梅 没一会儿 郭若梅 楚浪 还有古建都过来了 看住院子里的丫鬟婆子 忙进忙出 跟住古建一起过来的道子 有些紧张和害怕 老祖宗 娘要生弟弟妹妹了吗 古建点了点头 揉着道子的脑子 很快 道子就有弟弟妹妹陪伴了 担心道子被生产的血腥场面吓到 古建就牵着道子去了萧莫人的院子 让两人在院子里玩耍 这次生产比生道子的时候 耗费的时间长 一直到了半下午 婴儿的啼哭声在王府上空响起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王妃升了位千金 两刻钟过后 又一道婴儿啼哭声响起 恭喜王爷 贺喜王爷 这次王妃升的是个小公子 听到产婆出来报喜 院子里的萧叶阳等人都十分高兴 萧叶阳注急地问 王妃呢 王妃没事吧 产婆 王爷放心 王妃没事 就是生产消耗太大 睡过去了 等产婆抱住整理前进的龙凤胎出来时 古建眼睛都笑眉了 稀罕的瞧瞧这个 又瞧瞧那个 咱们稻子的嘴是金口呀 说生龙凤胎就生了龙凤胎 第1020章 国公世子 这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呀 暖阁里 稻子有些嫌弃地看住床上的两个墙包 弟弟妹妹好丑哦 一旁 的萧莫仁笑道 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过些时候就会长得白白嫩嫩了 稻子看住 萧莫仁 四哥 你怎么知道这个呀 萧莫仁 因为我弟弟刚生下来的时候也很丑 后来就长得好看了 稻子点了点头 勉强算是接受了新出炉的弟弟妹妹 这时 郭若梅从内室走了出来 笑着对稻子道 你娘醒了 想看看你的两个弟弟妹妹说着 自己抱起了一个墙包 另一个被鼓语 抱住 走 我们进去看你娘 稻子先一步跑进内室 此刻 稻花还没法坐起身 靠在靠枕上 笑看着稻子跑来 看过弟弟妹妹了吗 稻子点头 撇嘴道 弟弟妹妹长得皱皱巴巴的 没我好看到 花失笑 你刚出生的时候也是皱皱巴巴的 这时 郭若梅抱着孩子过来了 稻花的目光顿时移了过去 郭若梅和谷雨将两个孩子放到稻花身边 看住刚出生的两个孩子 稻花立刻露出了恋爱的神情 看了一会儿 抬眼看向稻子 从今天起 你就是哥哥了 日后就有人陪你玩了 高不高兴 稻子勉强地点了点头 还行吧 稻花察觉到稻子的兴致不怎么高 有些够异 笑着道 稻子是哥哥 你来给弟弟妹妹娶小名 好不好 听到这话 稻子高兴了起来 忙不迭地点头 好啊好啊 萧叶阳走了进来 萧问道 你们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 说完就走到床边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 墙堡里的儿子女儿 郭若梅笑道 让我们稻子给弟弟妹妹取名字呢 萧叶阳笑看着大儿子 哦 稻子准备给弟弟妹妹取什么名呀 稻子正歪着脑袋苦想着 过了一会儿 大声说 我叫稻子 我叫稻子 那哭得比较大声的妹妹叫稻芒 不太哭的弟弟叫稻苗说完 满脸期待地看住稻花 几个 稻芒 稻苗 萧叶阳和郭若梅都有些一言难尽 不过稻花却冲着稻子竖起了大拇指 稻子的两个小名都取得很好 得到娘的认可 稻子 顿时笑弯了眼 凑到两个墙宝前 摸了摸粉色墙宝道 小二 你以后就叫稻芒了接着 又摸了摸蓝色墙宝 小三 你就叫 稻苗了 我是你们的哥哥 我叫稻子 亲自取了名字 稻子对弟弟妹妹倒是又多了几分亲近 看住喜新淤色的稻子 以及面露满意的稻花 萧叶阳和郭若梅都没敢开口反对 于是 龙凤胎的小名就这么随便地被定下了 龙凤胎先出生的是女娃 男娃后出生 两个孩子一出生就呈现鲜明的对比 子子哭声嘹亮 弟弟哭得就比较秀气了 道花见小儿子哭声这么小 还以为他身体有什么问题 吓得赶紧叫四个嬷嬷过来瞧了瞧 四个嬷嬷说了没事 还不放心 还让骨肩给把卖了 怀孕期间 你保养得好 两个孩子都很健康 得了骨肩的保证 道花这才彻底放下心 生双胞胎 消耗的元气多 郭若梅建议道花做双月子 道花可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这次怀孕到生产 比投胎辛苦多了 他也想急着做月子补回来 便点头同意了 这次 道花的奶不多 为了两个孩子一个来月 就没再坚持自己喂奶了 将他们交给了奶娘 等到道花能够在屋里自由活动的时候 萧叶阳提了一句 孩子大名的是 你想好了吗 道花顿了顿 女儿的我想了几个 你等 会儿看看 治愈儿子 让师父拿吧 萧叶阳看了一眼道花 见他笑盈盈地坐在床边 逗着儿子 女儿 吴语道 儿子过季 你这个当娘的 倒是一点也不在意 道花不甚在意道 不过是换给个姓氏而已 儿子还不是我的说着 看向萧叶阳 这是我们是不是要和和父王说一声 萧叶阳失笑 你现在才想到这个呀 笑着摇了摇头 放心吧 这是用不住你我操心 就老爷出面 别说父王了 就是黄伯父也得乖乖听话 文言 道花不操心了 继续逗着小儿子小女儿 萧叶阳拿过道花响的几个女孩名 选了一下 最后决定用自己的 你觉得萧可言怎么样 道花 萧 可 言咀嚼了一会儿 然后笑着直点头 我觉得甚好 萧叶阳知道道花会喜欢 立刻拿住名字去找古尖了 当郭若梅来给道花送药膳的时候 道花给她说了闺女的名字 萧可言 清秀可人 勺言清成 是个好名字 配得上咱们道忙 郭若梅点住头 一开始她还没回过未来 等回去和楚浪说了 才知道儿子急着给闺女取名 便向表白媳妇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楚浪则是嘖嘖了两声 你那儿子呀 别看平时挺威严的 私底下哄人的功夫 我都自愧不如 郭若梅斜了她一眼 这是人家小两口的 秦去 你酸什么酸 古尖知道道花和萧叶阳 让她给道苗取大名后 也没客气 将自己想好的名字 写在了纸上 然后就给皇上去了信 严明要将道苗 过激到自己膝下 京城 因为安家散播的消息 平亲王很是不快了好长时间 直到收到道花 淡下双胞胎的消息 心情才好转了一些 就在他高兴地 给孙子孙女 准备见面里的时候 皇上派人请他进宫了 皇兄这个时候 找我进宫做什么 平亲王满心疑惑地 去见了皇上 皇宫 皇上看住古剑的亲笔性 知道自己想过激 萧叶阳的儿子 并不感到意外 舅舅的性格他了解 宁缺无烂 若不是睁入了他的眼 他宁愿古家断了传承 也不会随意过激他人子嗣的 叶阳是唯一陪伴孝敬过母亲的孙子 叶阳媳妇又是舅舅的徒弟 他们的孩子过激给古家 皇上心里也是认可的 所以 平亲王一进殿 就被皇上告知了 刚出生的小孙子 要过激给府国公 一开始平亲王还一脸的不乐意 直到皇上说 你要同意 镇吉克下旨 册封叶阳的小儿子 为府国公世子听到这话 平亲王忙不迭地点头 臣弟同意了 他又不是傻的 王府爵位只有一个 那是大孙子的 如今小孙子继承了府国公的公爵 兄弟俩都有了爵位 自然最好不过了 只是 平亲王心里有些遗憾 小孙子还没叫过他爷爷呢 就成别人家的了 第1021章 失宠了 古墨眼 道花和萧叶阳小儿子的大名 古坚从未求过皇上什么事 他想要过激古墨眼 皇上办得很快 收到信的第二天 就直接下旨 册封古墨眼为府国公世子了 圣旨一下 几个亏计府国公爵位的皇子 心里都不爽得厉害 不过阴祝早就有了预感 倒也不算太意外 但是心中对萧叶阳的意见 却更大了 双胞胎满月这一天 圣旨到了梁都 众宾客满脸羡慕地看出萧叶阳 接了圣旨 大儿子是王府世子 小儿子是国公府世子 一出身就走到了 他们无法企及的人生巅峰 最高兴的还要属古墙 接了圣旨 老爷子就拿着圣旨 去了他的小佛堂 将圣旨供奉到了古婆婆的牌位下 简 古家有后了 古墙跪坐在牌位前 盯着牌位 想到古婆婆临死前还担心她死后 无人给她烧香火 眼睛就慢慢湿润了起来 你不用再担心我了 正愿 道花还在坐月子 就没有去接圣旨 听着古语将圣旨内容附述了一遍 看住眯眼砸巴着小嘴的儿子 有些争神 小儿子以后就是古家的人了 愣了一会儿 道花就摇头笑了笑 抱起吃饱喝足的小儿子 在屋子里走动了起来 改了姓氏也是我儿子午宴过后 道子和肖默仍 肖默宽几个在 院子里钓鱼丸 道子钓了一条小金鱼上来 立刻开心地装到了透明的玻璃缸中 我还要钓一条 这样道芒和道苗刚好一人一条 苦等了半个时辰 道子总算再次钓上 勒一条小金鱼 然后就看他兴冲冲地说 我给道芒道苗送鱼去了 肖默仍笑道 道芒道苗还太小了 你这鱼送过去 他们也没法玩 道子不慎在意 那就先放在屋里 让他们多瞧瞧 说完 也不等肖默仍再说什么 就小心地捧住玻璃缸离开了 当道子回到正院时 一进屋 就看到他娘坐在床边 一边怜爱地拿住波朗鼓 逗着弟弟妹妹 一边整理着宾客送的礼物 看住礼物 道子愣了愣 随即有些失落 以往有人来王府 都会给他带礼物 可有了弟弟妹妹后 来的人就只给弟弟妹妹送礼物了 大家好像只喜欢弟弟妹妹 不喜欢他了 就是娘和爹 爹陪弟弟妹妹的时间 都要更多一些 娘都好久没给自己讲故事了 连老祖宗和祖母 都不如以前那般稀罕他了 以前见到他 都会对他嘘寒问暖 可现在 他们说的都是弟弟妹妹 道子突然不想去看弟弟妹妹了 将手上的鱼缸递给了身后的女仆 然后撅着嘴出了屋子 走出屋子后 道子站在屋檐下没走 可等了一会儿 见他娘竟没让人来叫他进去 小家伙心里沮丧了 果然 娘有了弟弟妹妹就不喜欢他了 哼 他也不喜欢娘了 道子心里生气极了 不过想到娘以前那么爱他 想了想 还是决定给他一个机会 撇住嘴 回头看向屋内 只要娘笑住出来叫他进屋 他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他了 可惜 这时候道忙哭了 道花正抱着闺女 在屋里慢慢走住 加上道子刚刚进屋 只是在外间站了站 没发出什么动静 他就没听到 屋子里的女仆 倒是看到道子了 只是道子来正屋 向来不用通传 丫鬟们见他进来又出去 还以为他又有什么事要去做 就没说什么 于是 道子伤心了 耸拉着脑袋 气呼呼地离开了正院 他决定了 以后不喜欢娘了 等到道花哄好闺女 才看到了道子送来的鱼缸 顿时笑问道 道子来过了 丫鬟回道 小王爷来了又走了 道花失笑 这家伙想一出事一出 一定又到别处去玩了 道子从正院出来后 也没去找肖默仁他们玩 而是静止去了前院找肖叶阳 肖叶阳正在招待客人 看到道子过来 笑着让道子叫了人 道子见大家都盯住自己瞧 本能地挺着了腰杆 学着肖叶阳见人时的样子 绷住包子脸 一本正经地站在肖叶阳身旁 肖叶阳见儿子小大人的模样 有些好笑 笑着将他抱到腿上做好 中途趁着其他人说笑的时候 低声说道 爹和叔叔伯伯在谈事 你到别处玩去 道子摇头 爹 你之前不是答应叫我骑马吗 我想骑马了 肖叶阳小声地解释住 今天是你弟弟妹妹的满月宴 爹要招待客人 走不开 等空闲了再教你 又是弟弟妹妹 道子嘴巴撅得老高了 可以知道现在这个场合 不是闹的时候 要不然爹丢脸 他也会被人看了笑话去 只能奄奄地点了点头 肖叶阳笑着 让得福将道子送回了后院 没在肖叶阳那寻求到安慰 道子越发地闷闷不乐了 小声地咕咙咙住 爹爹也不喜欢我了 德福没听清 只是笑着说道 小王爷 奴才带你去 找几个皇孙玩 道子摇头 不要 我要去找老祖说着 就跑向南山堂 南山堂 古尖从小佛堂出来后 情绪就稳定了下来 想到谷家有了后 心情轻快了不少 拿出珍藏的好木料 继续给双胞胎雕刻木雕玩具 谷间雕刻的木雕栩栩如生 道子最喜欢了 道子进了院子 看到谷间正在雕一只小木狗 顿时颠颠地跑了过去 高兴地问道 老祖宗 你又在给我雕刻玩具吗 谷间笑看着道子 老祖宗之前 不是给你雕刻了很多玩具吗 这些是给你弟弟妹妹做的 道子脸上 的笑容僵住了 啊 他不喜欢弟弟妹妹了 谷间看出道子不高兴 失笑道 好了好了 等老祖宗给弟弟妹妹做好了 再给你做 好不好 不好 道子没哼声 双臂抱胸 气鼓鼓地离开了 看出道子出了院子 谷间笑着摇了摇头 也没在意 继续刻着手木雕 纯徽院 道子站在院子门口 有些不敢进去 楚浪从外头回来就看到小家伙一副竞相琴切的模样 好笑的走了过去 你们干啥呢 怎么不进去 道子看了一眼楚浪手中的东西 不打反问 楚爷爷 你干什么去了 楚浪扬了羊手中的彩色羊毛线 你祖母正在给你弟弟妹妹织毛衣 毛线不够 给你祖母买毛线去了道子的嘴盾饰品 聊下来 他就知道 祖母的心也被弟弟妹妹勾走了 以前祖母都是只给他织毛衣的 楚浪伸出手准备牵道子进院子 谁知小家伙扭头就跑了 这臭小子 楚浪笑着回了院子 一圈下来 道子发现 他真的是宠了 弟弟妹妹出生后 全家上下都更喜欢他们 不喜欢他了 第1022章 离开 道子觉得家人都不爱他了 情绪很低落 既然你们不喜欢我 那我也不喜欢你们了 看谁厉害过谁 小家伙气呼呼地收拾了包袱 搬到肖默仁院子去住了 对此 不管是道花 肖叶阳 还是古尖 郭若梅 都以为道子和肖默仁亲近 住在一起 两个孩子还能互相作伴玩乐 都笑着表示支持 没得到任何挽留的道子 更加郁闷沮丧了 2月气温回暖之后 道子就开始继续跟住肖默仁几个到国防书院读书了 因为大部分时间没在家里 道花等人愣是没发现小家伙的一样 有一天傍晚放学 道子见爹又没来接他 心里很不开心 脸色就有些臭臭的 肖默仁察觉到了道子的不开心 问道 你怎么了 道子撇住嘴 爹都好几次没来接我回家了 肖默仁想到今早出门前 听到门房的人在议论 好像金薇薇那边的煤矿出现了坍塌 这段时间王叔早出晚归的 应该是在处理这事吧 肖默仁笑道 那是因为这段时间王叔公务繁忙 道子 哼了哼 一脸不相信 他觉得他爹肯定是急着回家看弟弟妹妹 忘记来接他了 道子面露忧愁 哎 他现在成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小白菜了 他的命好苦 就在这时 肖默宝凑了过来 墨西 怎么样 我没说错吧 你爹娘有了你弟弟妹妹后 就不再喜欢你了 听到这话 道子像是 被踩到尾巴的猫 直接炸毛 气呼呼地反驳道 你胡说 我爹我娘 还有老祖宗 祖母 都最喜欢我了 肖默宝吃笑了一声 你骗谁呢 你爸你娘要跟从前一样喜欢你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 道子耿住脖子反驳 我没有不高兴 肖默宝怯了一声 我们又不会笑话你 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说着 大哥似的拍了拍道子的肩膀 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 我们家里也有弟弟妹妹啊 每次有树地出生的时候 我父王也不爱搭理我的 肖默旭赞同的点住头 肖默仍将道子拉到自己身后 面露不悦地看住肖默宝 八弟 你不要在这里乱说 要是让王叔婶子知道了 当心不让你去王府玩了肖默宝马 不再一道 不去就不去 我嬷嬷说了 我们来西凉是为了亲近辅国公的 如今辅国公将爵位传给了墨西的弟弟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给他请安了 有了肖默仍的开解 道子心情好了一些 可肖默仍读的是大班 没法时刻陪在道子身边 之后一段时间 肖默宝时常在道子耳边 说一些父母有了弟弟妹妹就不赖老大的言乱 这让道子心中的不满越积越多 4月26 道花总算做完了两个月的月子 可以出屋透风见人了 良度的3 4月气温不冷不热 这次做月子的时间虽然比较长 但病道花没有遭什么罪 两个小包子已经长得白胖胖了 姐姐爱哭爱闹 弟弟却安静得很好嘛 都说双胞胎的个性是相反的 一进一动 没想到竟是真的 郭若梅爱怜地看住孙子孙女 只是这性格是不是生反了 要她说 该姐姐安静 弟弟闹腾才是 道花正惊讶地看住婆婆 送过来的两箱子衣物 听到这话 当即笑道 我觉得挺好的 姑娘家性子泼辣点 不受欺负郭若梅失笑 倒也是 道花翻看着郭若梅送来的东西 母亲 你怎么送了这么多东西过来 郭若梅起身走到道花身边 指着箱子道 一个是给道子准备的 一个是为道忙道苗准备的 我也没啥拿得出手的 就给三个孩子做了些衣服 以后啊 孩子们穿着我做的衣裳 就能想起我这个祖母了 道花 听着这话不对 母亲 郭若梅打断了道花 拉着她坐下 安家回京 散播我住在王府的事 你应该知道了吧 道花点了点头 母亲 我们远在戏凉 实在用不住在意那些流言蜚语 郭若梅笑着摇头 咱们这样的人家 有些流言蜚语可以不在意 可有些却不能做事 不管她要一直住在威远王府 别人就能拿叶阳夫妻说嘴 民生这东西 她可以不在意 但却不能影响儿子媳妇 以及孙子孙女 安家人赶着班编排我 不就是觉得我没在京城 我拿他们没办法吗 我如今回京 也好和他们算算账 要不然 这口气我可初步了见到 花四还想劝她 郭若梅笑了笑 和你们一起生活了五年 孙子孙女都是我看住出生的 我知足了 如今也该回去了 儿子和平亲王的关系 好不容易 缓和了 不能因为她 再让他们父子生了嫌隙 还有就是皇上那里了 当初霍离的事 她知道皇上对她是有意见的 如今媳妇坐完月子 她要再留下去 可就真爱人眼了 道花对于郭若梅这个婆婆 是打心眼里尊敬的 郭若梅和楚浪刚来的时候 她也担心过婆媳问题 可相处中 她发现婆婆不但不多事 反而还帮了她良多 慢慢的也就从心底接纳了她 如今离去 也是全权为了王府住享 她心里真的挺舍不得的 见郭若梅屈以绝 道花只能闷声说道 家里的大事我可做不了主 母亲得和叶阳说去 想到婆婆对稻子的喜爱 又加了一句 还有稻子 郭若梅失笑 好 明早我就和他们说 郭若梅做事从来都是十分果决的 要不然当初也不会和平亲王获利 第二天早餐快结束的时候 她就当住大家的面说 吃过早餐 我和楚浪就要回京了 昨晚刚被道花告知的萧叶阳 错愕地抬起头 看住郭若梅 眼里闪烁着各种情绪 需要这么急吗 郭若梅笑道 不是住籍 主要是想着现在天气好 好赶路 萧叶阳沉默了 道花这时候也不好说什么 她知道婆婆是怕他们不舍 才这般快刀斩乱麻地离开 稻子在听到郭若梅说要走的时候 就傻住了 回过神 连忙跑到郭若梅身边 一把将人抱住 祖母 我不要你走 难道因为这段时间她 有意忽视祖母 祖母就要赌气离家出走 祖母 我以后会多去看你的 你不要回京了好不好 看住 孙子眼中的不舍 郭若梅眼眶有些发红 好孩子 祖母回京是有正事要做 必须得回去 日后你要是想祖母了 也写信给祖母画画好不好 稻子抱着人直摇头 不要不要 我要你留在王府陪我 我不跟弟弟妹妹生气了 你要怎么喜欢他们都可以 反正我不要你走 郭若梅有些没明白道子的话 不过她听出了孙子的不舍 仅仅将孙子抱在怀里 好生安慰住 她为何决定今天就走 就是怕看到孙子的眼泪 亲人离别 最伤感 她的孙子应该永远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不该被离仇别墟困扰 郭若梅和楚浪早就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眼看祖母真的要走 稻子急得大哭 听着稻子的哭声 骨尖心里也很不好受 看了看抱头一起哭的祖孙 动了动嘴唇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郭若梅和小九霍离了 要是安家不将事情捅到明面上 她也不会说什么的 但现在 中间有个小九在 她就不好继续留郭若梅了 在稻子的哭喊声中 郭若梅还是狠心坐上了回京的马车 稻子舍不得祖母 舍不得楚爷爷 追着马车跑了好一会儿 最后被骨尖强行拉住才停下 马车里 郭若梅已经哭得成了个累人 尤其是看到孙子追着马车跑的时候 心里恨记了安家 安家毁了她的天伦之乐 她不会放过他们的 道花和萧叶阳 一直将郭若梅和楚浪送出了城 然后又陪走了好一段 路上 双方都没说什么话 好了 别送了 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呢 你们快回去吧 郭若梅让夫妻两留步 深深看了一眼两人 就放下了车帘 楚浪对住两人说了一声 走了 日后有空 我们会再来看你们的 说完 就吩咐车队离开 萧叶阳和道花 一直看住车队消失不见 才转身回了城 第1023章 不喜欢你了 郭若梅和楚浪离开后 萧叶阳和道子 这对父子的情绪都滴落了好长一段时间 5月11是道子的生辰 道花特意吩咐厨房给他做了生日蛋糕和一些他喜欢吃的菜 还邀请了萧莫宽几个 以及一些交好官员家的孩子来给他过生日 有人陪玩 还有生日蛋糕吃 道子挺开心的 吃蛋糕的时候 道子得意的和小伙伴说 瞎掰着 你们过生辰的时候 你们娘不会亲手给你们做吃的吧 可我娘就会 这生日蛋糕就是我娘亲自己我做的 萧莫宝气了一声 你骗人 你娘要照顾你弟弟妹妹 哪有时间给你做蛋糕 我看呀 分明就是你家厨娘做的 听到这话 道子气得不行 就是我娘给我做的 萧莫宝 那你怎么证明 道子想了想 你们跟我一块去见我娘 我当面问我娘 萧莫宝立马点头 好啊好啊 于是 道子带着一群孩子 呼啦啦的去了政院 此刻 道花正在和韩兴然 以及几个官家女眷说话 看到道子领着一群孩子过来 当即笑问道 怎么不在外头啊 道子气鼓鼓的说道 娘 你 告诉他们 生日蛋糕 是不是你亲自给我做的 道花愣了一下 因为要照顾两个小弟 今年的生日蛋糕 并不是他做的 看住儿子期盼的眼神 道花莫名有些心虚 道子向来会看人脸色 见娘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心里就有了答案 一瞬间 鼻子就开始发酸 韩兴然和在场的几个女眷 只以为是小孩的玩闹 笑着将话题给岔开了 道花心里有些愧疚 将道子拉到身边 小声说 娘要照顾弟弟妹妹 没法做蛋糕 这样 等过些时候 娘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山药 早人糕 好不好 道子什么都没说 扭头就跑了 哈哈 我就说你娘有了你弟弟妹妹 不喜欢你了吧 你还不相信 肖默宝几个追了出去 然后就哈哈笑着道子 道子满脸愤怒地看住肖默宝 但却找不到话来反驳 只能气鼓鼓地干瞪人 他娘真的不喜欢他了 连他过生辰 都不给他做蛋糕了 道子生辰过后 道花有意弥补 常常吩咐厨房 给道子做他喜欢吃的糕点 饭菜 不是他不想亲手做 实在是抽不开身 两个小的还太小 即便有奶娘 女仆看住 他也得实时注意 看住喜欢吃的糕点 道子心情好了些 可是脸上的笑容 却不如以前那般灿烂 他想要的不是糕点 是爹娘多陪陪他 吴月末的某天中午 道子的小丝满头大汗地跑回王府 王妃 不好了 小王爷他跟住书院的几个大班学生 去了护城河那边 说是要下河求水 听到这话 道花面色一变 蹭了一下 站起身了 你们怎么没拦住他 小思苦笑 奴才们拦不住 就是私殿下劝阻也没用 如今也跟住小王爷 去了护城河 道花又漆又住籍 护城河又宽又深 别说道子 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就是大人下河了 也说不定会出事 来人 快去准备马车 道花吩咐古语去准备马车 又召集了一堆护卫 准备亲自去把道子捉回来 刚准备出府的时候 东黎就搀扶着谷尖过来了 谷尖一来就急忙问道 谷尖出什么事了 道花 那臭小子跟人跑去护城河求水了 谷尖一听顿时急了 急匆匆的也要上马车 道花连忙拦住谷尖 师父 您就在家帮我看住两个小的 道子我去带回来 谷尖知道他去了也没什么用 反而会因为他减慢速度 忙不迭的 催促道 那你还等什么 快走啊 对了 把东力带上 这个道花没有拒绝 坐上马车 在小四的带领下 直奔护城河而去 道花坐着马车来到护城河边时 刚好看到道子纵身跳进河里 看住那小小的身子没入水中 道花只觉得一股凉气 瞬间从脚底冒出 直冲脑门 来人 快去把道子给我抓上来 声音里透露着无限的急切和恐慌 东离如箭矢一般冲了过去 等到东离将落汤机式的道子抱上岸时 道花才手脚发软地下了马车 道子看到道花亲自来了 面上一洗 随即得意地冲着旁边的肖默宝等人挑了挑眉 看到儿子没事 道花提着的心落回了肚子 随之而来的是怒火中烧 第一次对助儿子露出利涩 看住面色阴沉的娘 道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 有些害怕 弱弱地叫了一声 娘 道花深呼吸了几口气 压下了心中的怒火 才冷声问道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 现在胆子大的竟敢私自下河求水了 见娘如此极严利色 得对自己 道子有些受伤 娘果然不喜欢自己了 以前自己做错事 娘从来都是好好跟自己说的 想到弟弟妹妹出生后 娘对自己的忽视 道子越发觉得委屈 眼眶忍不住红了起来 看住儿子红了眼 道子怒气消了些 不过还是冷脸说道 你还哭 你知道今天自己做错事了吗 道子心里是知道自己做错了 可见道花这般 骂他 顿时就起了逆反之心 我不过就是下河求水而已 别人吓的 我为什么不行 我没错 这话算是将道花的火点住了 犯了错 还不认错 你可真是我教的好儿子呀 道子一听这话 以为道花不要他了 顿时哭了 我就知道 有了弟弟妹妹后 你就不想要我了 我以后也不喜欢你了 说着 用力地甩开东黎 哭住跑开了 道花被道子说得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让东黎把人抱上马车 自己也抬不跟了上去 马车里 道子一直抽气住 眼泪哗啦地流住 小模样可怜极了 道花心里就算有再大的气 看住儿子这样子 也气不起来了 你身上湿了 过来 娘给你擦擦 道子脑袋扭到另一边 给了道花一个后脑勺 抽掖着 你眼里不是只有弟弟妹妹吗 还管我做什么 我不要你管 道花醋眉 强行将人给拉了过来 然后强行给小家伙换了钱衣服 虽说五月末的天气已经很热了 可道子下了河 吹了风 道花还是担心他住凉 换好衣服后 道花要帮道子擦头发 谁知 道子气性大 躲开了 拿着毛巾自己乱擦 中途 道花试着给道子讲道理 可惜 小家伙愣是没理他 一直盗回了王府 也都没开口说一句话 骨尖一直惦记着道子的安危 听说道花带着道子回来后 连忙赶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处在低气压下的母子俩 第1024章 沟通 萧叶阳近段时间比较忙 回府的时候 天色已经擦黑了 王妃呢 进屋后 萧叶阳发现 道花竟然不在 陛下连忙上前说了一下 今天发生的事 小王爷如今住在来医馆 王妃刚刚提着石河过去了 得知大儿子竟敢私自去护城河求水 萧叶阳也下 累一跳 然后就大步出了屋子 等到萧叶阳到了来医馆时 就看到骨尖站在厢房门外 伸长着脖子 脸贴在门上 好像在偷厅里 萧莫人陪站在一旁 看到萧叶阳 连忙上前行礼 萧叶阳点了点头 走到骨尖面前 骨尖嘘了一声 示意萧叶阳别发出声响 然后压低着声音说道 道子在跟他娘闹别扭呢 萧叶阳猝眉 他私自下河求水 还敢闹别扭 说着就要进屋 骨尖将人给来了下来 不悦道 你进去做什么 别火上浇油了 瞪了萧叶阳一眼 然后继续偷听屋子里的动静 萧叶阳无奈 只好陪着偷听 屋子里 道子躺在床上 背对住站在床边的道花 看住床上的儿子 道花有些头疼 又有些无奈 今天你私自跑去求水 你自己说说 是不是做错了 道子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道花呼了一口气 是 娘今天脾气是大了点 但娘这样 也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全呀 道子的臭脸有些松动 哼哼地坐起身 撇嘴看住道花 娘 你今天的脾气只是大了一点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吼我 我不要面子的呀 道花头疼地捂了五头 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 你 要不犯错 娘会骂你吗 你之所以会丢面子 完全是因为你自己的错 道子自觉说不过 又重新躺回床上背对道花 见此 道花有些心累 她发现 活泼可爱的大儿子 正朝着熊孩子方向 一路高歌猛进 道花坐到床边 耐着性子说 护城河那么深 那么宽 你还这么小 万一出个事 你知道娘会有多担心吗 道子撇了撇嘴 孤农道 反正你都有弟弟妹妹了 没了我 你也不会心疼伤心的 这话把道花说得震住了 就是门外偷听的骨尖 和萧叶阳也愣了愣 道花意识到 儿子的情绪不对 强行将他拉起来 让他面对面看向自己 道子 你怎么会有刚刚那种想法 道子红了眼 难道不是吗 自从有了弟弟 妹妹后 你们就都不喜欢我了 道花愣了 半赏才开口 娘怎么会不喜欢你 道子伸手抹了抹眼泪 你们就是不喜欢我了 我自己感觉到了 大家也都这么说的 我现在也不喜欢你们了 咱们以后各个各的吧 说完 甩开 道花的手 再次重新躺了回去 这次直接掀起被子 将自己给盖住了 儿子的话 让道花万分震惊和意外 看住床上将自己盖住 拒绝和他交流的儿子 他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想到道子五岁生辰时 因为自己没给他 做生日蛋糕而失望的眼神 道花心生愧疚 拉了拉被子 可惜没拉动 只能柔声说道 你生辰的时候 娘没 能给你做生日蛋糕 是娘的不对 娘给你道歉 可你不能就因为这个 就说娘不喜欢你呀 娘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你是娘最爱的小 道子呀 被子里 听着道花的话 道子再次抹了抹眼泪 不过还是没掀开被子 道花坐在床边 看住以往喜欢亲近 粘住自己的儿子 不理自己了 心里很是不好受 他也开始反省自己 坐月子期间 他要照顾两个小的 要调理身子 对道子确实有所疏忽 出了月子后 因为婆婆和楚叔离开 他发现了道子的情绪不高 也只以为是他不舍两人 完全没想过 是自己这边出了问题 两个小小的刚出生 家里人对他们的关注 是要多一些 可能这就让道子产生了落差 偏偏他和萧叶阳 都没注意到儿子的心理变化 看住一抽一抽的被子 道花轻轻地拍着 就像道子小时候 哄他睡觉时的那样 道子 爹娘 还有老祖宗 都没有不喜欢你 你是我们最喜欢的孩子了 弟弟妹妹是因为还太小 还照顾不了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多花一些时间 在他们身上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喜欢你 娘为这段时间对 你的疏忽而道歉 道子能给娘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吗 说着 拉了拉被子 这次被子拉开了 看住躺在床上 满脸是累的儿子 道花心里一阵脚痛 轻轻地将小家伙拉起 抱在怀里 娘错了 道子能原谅娘吗 道子将头埋 在道花的紧窝处 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闷声道 你们下次还这样 我就不原谅你们了 闻言 道花心下一松 她的道子还是大气的 笑着道 不会了 爹娘都很爱很爱道子的 道子以后也不要再误会我们了 道子趴在道 花肩上点了点头 道花继续说 娘虽是大人 可大人也会犯错 你要发现娘做错了 也要及时提醒娘呀 就比如 弟弟妹妹出生后 你觉得娘忽视了你 你心里不开心了 你完全可以告诉娘呀 这样娘才知道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要不告诉娘 自己闷在心里 娘又怎么能知道呢 道子闷声道 人家 不好意思嘛 道花失笑 我是你娘 你是我儿子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以前可是什么都会跟娘分享的 你忘了 道子抬头看住道花 我 要说我不开心了 万一你们觉得我不爱护弟弟妹妹 更加不喜欢我了怎么办 道花 爹娘怎么会因为 弟弟妹妹就不喜欢你了 你对爹娘就这么不信任 道子绝了绝嘴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听到这话 道花魔光顿时沉了下来 很多人跟你说 爹娘有了弟弟妹妹 就不喜欢你了 道子点住头 肖默宝他们都这么说 道花再次抱住道子 不会的 爹娘永远都不会这样的道子 随着你一点一点长大 接触到的人会越来越多 日后你一定要学会分辨别人话中的真假 第一千零二十五章 生病 屋外 看出道花母子俩和好 古尖和萧叶阳都松了一口气 萧叶阳见天色已黑 便扶住古尖回了南山堂 道花陪着道子吃了晚饭 江人哄睡了 才回了正院 暖阁里 萧叶阳坐在摇床前 轻轻摇晃着摇床 哄着双胞胎睡觉 见道花进来 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道花顿时放轻了脚步 走过去看了看已经入睡的两个小弟 帮他们理了一下被子 就和萧叶阳出去了 萧叶阳见道花面露疲惫 将人拉到圈椅上坐下 自己站在身后给他按摩肩膀 道子睡了 道花点了下头 这段时间是我疏忽道子的 感受了 以前家里人都围住他转 如今有了双胞胎 我们的关注都在两个小的身上 他心里难免会失衡说着 看向萧叶阳 以后你有空的时候 也多陪陪道子 不能让他觉得 有了弟弟妹妹后 咱们对他的爱变少了 也不能让他觉得 有了弟弟妹妹后 他要 牺牲很多 这样可不利于他们兄妹之间的相处 小叶阳当即道 好 过两天我休目的时候 就带着道子和墨尔人出去跑马 第二天一早 道子 醒来后 就高兴地指挥住奶娘和女仆 帮他收拾东西 他要回正院住了 道子穿戴好了后 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正院 刚出门 就看到了肖默仁 立刻大声地说道 四哥 我娘和我说了 他最喜欢的还是我 我要回正院住了 看出洗心淤色的道子 肖默仁觉得有些好笑 果然还是小孩子呀 四哥 我先去见我爹娘了 等会儿咱们在一起去老祖宗那里吃饭 好 道子蹦蹦跳跳地回了正院 刚进院子 就打了个喷嚏 阿T 道花看到道子不断地揉住鼻子 连忙将人拉过来瞧了瞧 鼻子发堵了 道子已经将鼻子揉红了 道花伸手摸了摸道子的额头 感觉有些烫手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昨天道子在河中泡了一下 之后又吹了一会儿风 肯定是助凉了 道花将道子抱到腿上坐好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见 娘还是这么紧张自己 道子喜滋滋地靠在她怀里 头晕晕的 还想睡觉说着 又打了个喷嚏 娘 我让奶娘他们帮我收拾东西了 我要回来住了 道花确定道子住了梁 抱着她进了内室 好 你想在哪里住都行 宵夜阳刚起身 坐在床边穿衣服 看到道花抱着道子进来 笑着将小家伙抱过来放到床上 小懒猪还要睡觉 道子缩在带着爹娘气息的背 子里反驳 我才不是小懒猪 道花对住小夜阳说 道子住凉了 我去给他熬药 你先看住他听到这话 小夜阳连忙伸手 探了探道子的额头 感觉到额头发烫 顿时担忧了起来 儿子从出生到现在 因为养得仔细 从来没生过病 古坚知道道子住凉 也忙不迭地来了正院 看住揉着鼻子一脸难受的道子 又心疼又生气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下河 求水道子嘟囔住道 八个他们说 如果爹娘还在意我 那我下河求水 他们一定会亲自赶过去的说着 咧嘴一笑 娘亲自去了 她还是在意我的听道 这话 古坚和肖叶阳心中都震了震 随之而来的是怒然大怒 道子竟是被肖默宝 几个起哄鼓动去护城河的 再想到肖默宝 他们说的那些离间的话 古坚生气极了 这京城里长大的孩子 一个个的心思咋这么多呢 不过才六七岁 都会挑拨离间 煽风点火了消 叶阳沉默没说话 这几个小皇孙来西凉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救老爷的爵位呀 如今爵位给了小儿子 他们一定会心生不满的 皇家的孩子 从小就生活在利益争夺中 见多了 自然也就懂得多 再受到点身边人的影响 对威远王府的敌意 分分钟就能被挑起 古洞道子去护城河求水 也不知这主意是谁出的 若是大人出的 那也就算了 若是小孩子 这心思可真够深的 古坚等着道花 为道子喝了药 便起身回了南山堂 回去后老爷子就立刻 给皇上写了信 让他将肖默宝几个 召回京去 道子身体养得好 喝了两服药 热就退了下来 到了第三天 又变得生龙活虎了 生病这两天 除了双胞胎枯的时候 道花过去哄了哄 其他时间都在陪着道子 轻言细语地将故事 耐心地喂药 道子感觉自己在娘心里 是最重要的 心里顿时高兴了 又开始粘住道花了 等刀子好了后 肖叶阳就带着道子和肖默仁 去了一趟护城河 看出护城河 道子有些不自在 拉了拉肖叶阳的衣袖 爹 我们干嘛来这里啊 肖叶阳笑着将道子抱了起来 让你看看 为什么我和你娘 不让你来护城河求水说着 看 像一旁的德福 德福收到示意 连忙让护卫将准备好的 木头甲人丢进河里 肖叶阳解释 护城河中有很多暗流 暗流会形成漩涡 人一旦落入了漩涡中 就再也上不来了 像是在印证肖叶阳的话 河面上出现了一个 小漩涡 假人随河流飘过去后 就被漩涡牢牢地吸住了 然后 道子就瞪大住双眼 看住假人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水面上 肖叶阳看向道子 也看了看肖默仁 现在你们知道 和不能随便乱下了吧 道子后怕地点住脑子 双手紧紧地拽着肖叶阳的衣襟 肖叶阳趁机叫捣住 以后别再别人说什么 你们就冲动去做什么了 做事之前要多动动脑子 道子趴在肖叶阳的肩上 盯着河面 包子脸皱 对鼓鼓的 肖默仁则是若有所思 想到那天几个堂弟的起哄 眉头微微轻醋 父王说得对 在皇家 是没有什么兄弟情的 想到这里 肖默仁抬头看了看肖叶阳 王叔也是想急着 是告诉道子这个吧 肖叶阳注意到肖默仁的视线 肖问道 难得来一趟西凉 你有什么地方想去吗 闻言 肖默仁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王叔这是告诉他 他们要回京了吗 肖叶阳笑了笑 男子汉大丈夫 李当志在四方 只有看过的东西多了 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回去想想 有什么地方想去 回头告诉王叔 王叔带你去 默仁这个小家伙 品行还是不错的 来了西凉后 和道子也处得来 他也愿意多花点时间 在他身上 全当为道子的将来投资了 独木难成林 道子长大后 还是需要有人扶持帮忙的 第1026章 高龄产妇 古坚给皇上去信 让肖默仁几个回京的事 并没有瞒着肖叶阳和道花 趁着皇上还没回信 肖叶阳带着道子和肖默仁 去了一趟甘州羊马场 然后又领着两个小家伙 巡视了一下十二军阵 最后又进了一趟戈壁滩 看了看盐湖的开采 道子和肖默仁回来后 脸上都带着意犹未尽 娘 甘州的羊马场好大啊 里面有好多骏马 爹爹还带着我和四哥 进去打猎了呢 可惜 我力气小 什么都没打到 不过四哥打到兔子了 我们还吃了烤兔呢 知道羊马场是宵夜羊剑的后 道子神气 自豪极了 娘 我爹真厉害 四哥说 建了军阵和秀了边墙 以后北边的湖人 就没法来攻打我们了 娘 以后我也要像爹一样 厉害有本事 道子手舞足蹈的和道花 骨尖说着一路上的剑文 肖默仁感触也很深 来西凉 一开始他心里并不是很情愿的 觉得耽误了他的学业 可来了之后 他才发现 他来对了 光是这一个多月 王叔带他见识的东西 就令他眼界大开 有些东西 若非亲眼看到 根本不会有太多的感触 更别说 王叔时不时的提点 这些都不是书本上 能学到的东西 七月中旬 度 长几家都收到了 二皇子几个的书信 让他们将肖默宝几个 送回京城 同一时间 道花也将四皇子来的信 递给了肖默仁 肖默仁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知道父王让自己回京了 虽然有些不舍 但并不意外 道花笑着说 你们是去年七月中旬来的 到现在 刚好一年 西凉这边 虽比不得京城繁华热闹 可每一地都有 每一地的风俗人情 全当是出来散心游玩了 道子听说 肖默仁也要回京了 满脸不舍道 四哥 你能不回去吗 你不是很喜欢我们家吗 就一直待在这里好不好 文言 肖默仁面露为难 道花将稻子拉到身边 解释道 你四哥来西凉 是为了看老祖宗的 如今看过了 自然是要回去的 你想啊 你四哥的爹娘 还有弟弟妹妹都在京城 他要是一直待在我们这里 该有多想家呀 稻子撅嘴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 看住肖 默仁 四哥 那你以后还会来找我玩吗 肖默仁动了动嘴唇 没敢许诺 他能否出京 根本不是他能决定的 至少在他集贯前 都是要听从皇祖父和父王的 道花笑道 不一定要你四哥来戏凉呀 你也可以回京的嘛 到时候你们照样可以一触完了 稻子双眼一亮 对啊 我在京城 还有一座王府 等着我去祭城呢 说着跑向肖默仁 拉着他的手道 四哥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玩 肖默仁摸了摸稻子的脑袋 笑着点头 愣经过度 长几家的协商 决定7月26送肖默宽几个回京 道花照例为肖默宽几个准备了成衣 给肖默仁准备的要多一些 稻子将自己最喜欢的故事书 葫芦娃送给了肖默仁 四哥 你回京后 要记者给我写信啊 我现在已经会写很多字了 我会给你回信的 肖默仁孝主接过故事书 这书是沈子亲手绘制的 稻子可宝贝了 没想到禁舍的给他 我会给你写信的肖默仁几个走后 稻子没了 玩伴 顿时变得无聊起来 道花见了 拿了一套故事书给他 让他给双胞胎将故事 稻子皱眉 娘 倒忙倒眉听得懂吗 道花 怎么不能 当初你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 你爸就开始帮你读书了 不想让稻子觉得给 弟弟妹妹讲故事是负担 道花笑道 你不是喜欢给你的那些 同窗讲故事吗 你现在对住弟弟妹妹讲 就当时练习了 到时候你再去书院讲 就会更顺了 稻子觉得有道理 点了点头 拿着故事书 学住书院的夫子上课那般 摇头晃脑地 给摇床里的双胞胎 读起了故事 有了事做 稻子不无聊了 加上道花 萧叶阳继续让他去书院读书 有书院的同窗作伴 小家伙很快就不去 想肖默扔几个了 道花平衡了照顾 稻子和双胞胎的时间 萧叶阳也时常 带稻子出去骑马 感受到了父母的关怀 稻子没语间的飞扬 又回来了 没再觉得弟弟妹妹 夺走了爹娘的爱 加上道花有意 引导稻子和双胞胎互动 在双胞胎能坐能爬之后 还不时地让稻子去照顾 逐渐让稻子慢慢找到了 做哥哥的感觉 时间转眼进入了十二月 接近年末 道花要看账 准备年礼等事务 每天都忙得很忙 书院放假后 道花就盯上了 道子这个小童宫 道子 娘要给你祖父 还有外祖父外祖母 准备年礼 你能帮娘看住弟弟妹妹吗 道子正在截酒连环 听到道花的话 虽有些不情愿 但还是麻利地爬上了炕 和满炕到处乱爬的双胞胎 玩了起来 一会儿拿着波浪鼓 吸引爱动的妹妹道忙 一会儿又拿着红色布娃娃 逗躺着不动弟弟道苗 一个人忙得满头大汗 泪是泪点 可看出弟弟咧嘴对他直笑 妹妹爬过来 扑在自己身上 道子心里也十分开心 尤其是弟弟妹妹哭闹时 奶娘和女仆都哄不好 可只要她过去 抱抱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就马上不哭了 每当这个时候 道子心里就特别的满足 特别的自豪 瞧 弟弟妹妹多喜欢她这个哥哥 腊月二十三 小年这一天 道花神色有些不自然地 将一封信递给了 正在炕上陪三个孩子玩的萧叶阳 萧叶阳没有接 谁的信呀 你直接跟我说吧 没看到我手上正抱着闺女吗 道花从她手中接过闺女 你还是 自己看吧 萧叶阳看了眼道花 打开信看了起来 很快脸色就变 得极为复杂 道子注意到她爹脸色不对 从弟弟手中抽回自己的手 擦前进口水 快速爬到萧叶阳身边 爹 你不高兴了 萧叶阳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爹 没不高兴说着 看住道子 来年你可能就要多个小叔叔了 你高兴不 道子愣了愣 有些没听懂 什么 小叔叔 看住儿子懵懂的眼神 萧叶阳不知该怎么说了 道花倒是觉得这是没什么不好多说 笑着道 你祖母怀孕了 明年你就要有小叔叔或小姑姑了 道子对这些感受还不太深 呜了一声就 又去懒啃自己脚丫子的弟弟了 道花见萧叶阳情绪有些低落 将闺女放到了床上 坐到萧叶阳身边安慰道 娘其实很想给楚叔生个孩子的萧叶阳 我知道 可是她 现在的年纪 道花抹了抹 婆婆已经四十几的人了 妥妥的高龄产妇 拉着萧叶阳的手道 我这里还有不少补身子的药材 过两天我就派人给母亲送去 第1027章 护士 以前还没感觉 可自从母亲离开后 我才发现 她在的时候真的帮了我良多 一个年过下来 道花觉得自己快累瘫了 婆婆要是在 不说别的 帮她看住三个小弟 就已经是帮她大忙了 更别说在遇到问题时 婆婆还能时常给她一些建议 萧叶阳亲自为道花扭了热帕子 让她擦脸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身为王府的当家主母 又要维系京城那边的关系 又要接待西梁这边的女眷 还要照顾救老爷和三个子女 这差事可不比她在外办差轻松 是又劳心又劳力 她能心无旁骛地在外打拼 也多亏了姨姨帮她打理好了家事 维系好了与各方的关系 道花麻利的洗漱好 去了暖阁看了看孩子 道子和双胞胎都好好地躺在炕上 盖着各自的小被子 道子正在给两个小的 讲大闹天宫的故事 双胞胎也不知能不能听懂 反正都睁大住双眼 直溜溜地盯住他们的哥哥 小嘴不时地发出咽咽咽咽的声音 道花没有进去 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嘱咐奶娘和丫鬟好生照看 就回了那时 看到萧叶阳坐在床头翻书 不由问道 你这些天都在看什么呀 萧叶阳掀开暖好的被窝 让道花上去 然后才将书拿给他看 西域图记 道花翻看了一下 是介绍西域诸国情况的书籍 你看这个做什么 萧叶阳烫了下去 双臂枕在头下 西寮这几年还算安分 每年上贡的贡品也都给得及时 西梁紧邻西寮 双边的百姓不可能一点都不来往 你还记得八木边镇吗 道花点了点头 萧叶阳 自从西寮和大厦不再打仗后 去八木边镇那边做买卖的人 越发多了起来 我把马堂叫来问过 每年的交易量可不是个小数 我就在想啊 这种交易是禁止不了的 既然这样 还不如将交易摆到明面上来 这样既能促进贸易往来 朝廷还能收取税收道花 所以你想开 护士 萧叶阳见道花 一下就猜到了自己的目的 拉过他的手亲了一下 知我者 言一言 道花弦腻了他一眼 抽回手 将 书放到枕头下 也烫进了被窝 一躺下 就被萧叶阳搂在了怀里 萧叶阳就是个天然的火炉 每当到了冬天 道花就喜欢用它来取满 乐得靠在他怀里听他说 西凉地处边疆 加之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哪怕高产两种已经全面推广开了 可百姓还是仅仅只能维持个温饱 要想百姓生活富足起来 除了官府要有所作为 还需得多多吸引外来商人 到这边经商才是 只有商品流通了起来 百姓才能获利 百姓付了官府才能收到更多的水 才能更好地建设西凉道 花笑盈盈地看住萧叶阳 你觉得好 那就去做 反正我是支持你的剑道 花双眼亮晶晶 一脸崇拜地看住自己 萧叶阳心头一动 低头清了清静在迟迟的粉架 继续说道 这两年西凉官道已日渐完善 驿站也增修了不少 境内的安全性在匪道清角过后 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商队 往来更便利 我想护士一开的消息传出 应该会吸引很多商人过来的 道花点柱头 西凉那边的宝马 香料 宝石这些 在大厦是很受欢迎的 而大厦的丝绸 瓷器这些东西 西凉人也很缺 开了护士 肯定能促进两边的交流 和发展的萧叶阳点柱头 其他东西也就算了 马匹和茶叶 这两样物资 只能朝廷选定的商人经办 这事还得请示黄伯父 护士也不宜多开 我想了下 决定就先用巴木边镇做示范 日后再使情况增添 道花末了末 开护士 但凡伤精敏锐的人 都能觉察到里头有利可图 怕是又会引得一批人 争相过来 萧叶阳笑了笑 这有 什么 我会找王师爷商讨出一个具体章程出来的 但凡参加护士的人 都得经过官府的许可 并且按照交易数额 给官府交纳一定的税收 道花见萧叶阳思虑周全 没再多说什么 因为在他臂弯里慢慢睡住了 看出道花眉宇舒展 嘴角微扬的睡颜 萧叶阳笑了笑 亲吻了一下道花的额头 拉过被子盖好 也睡了过去 二月初 在萧叶阳带着几个官员 实地考察过巴姆边镇后 关于在西梁边镇开户市的折子 被送往了京城 京城 皇宫 在皇上看过萧叶阳的折子后 招来了首府杨成化和几位上书过来商讨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几位大臣觉得开户市有利于大厦和西域诸国开展经济 文化交流都同意了这个提议 皇上心里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便在早朝的时候将护士的事拿出来一了一 这个消息一出 文武百官再次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有赞成的 也有反对的 大皇子几个都默不作声 几人都知道 既然皇上在早朝上说了这事 事情多半已经定下了 再说已无益 此刻 几人都在想着这是能不能为自己某得利益 很显然护士交易肯定是有利可图的 大皇子想到安家已经离开了西凉 他在西凉已没了人手 心里就郁闷得不行 在想到萧叶阳的母亲回京后 直接对上了安家 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让安家人下不来台 头就隐隐作痛 平亲王 国事 萧叶阳这些人都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大皇子还在想着这些糟心事的时候 皇上当朝宣布同意在西凉开护士 有些世家看到了护士中的利益 有心想接下这差事 可惜 皇上并没有要指派官员过去负责的意思 算是默认了让萧叶阳全权处理 虽没接到差事 不过下朝过后 西凉要开始护士的消息 就以极快的速度传了出去 世家 官员手底下都有扶持的商人 很显然 他们都想在护士中分一杯羹 萧叶阳心知 皇上多半会同意 在圣旨下达前 就让王师爷和几个官员 将护士的规章制度的制定了出来 又派了匠人将巴姆边镇枯建了一番 并且重新规划了一下边镇 还没进入三月 第一批闻讯而来的商人就涌入了西凉 第1028章 大哥最亲 2月26 双胞胎满岁 因为缺席了稻子的周岁 这次双胞胎的抓周礼 是由萧叶阳全权负责的 穿着大红衣衫的双胞胎被抱到抓周的桌子上 立刻引得宾客的争相围观 两个小娃娃养得太好了 白白胖胖 粉雕欲拙的 乌溜溜的大眼睛呛着人 只把人的心都给看话了 一下被这么多人围着 两个小家伙也不怕声 姐姐倒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嘿嘿拍着手 手腕上的银铃铛顿时发出悦耳的声响 让人看得稀罕极了 弟弟倒苗则佛系多了 四平八稳地坐在桌子上 见有人逗他 很给面子地回一个微笑 不过笑容只会维持片刻 一笑一收 跟个变脸似的 见此 宾客都止不住哈哈大笑 稻花和萧叶阳站在桌子两边 笑着鼓励两个小家伙 拿桌上的物品 两个小家伙看看桌上的物品 又看看爹娘 嘿嘿直笑 就是不去抓物品 等了一会儿 稻子坐不住了 从骨剑的怀里出来 站在桌旁 指着大红胭脂盒对稻盲说道 妹妹 抓这个稻盲看到哥哥 立刻 一一压压了起来 妹妹 抓这个稻子再次指着胭脂盒说 稻盲十分给哥哥面子 咧嘴笑呵呵地抓起了胭脂盒 递给稻子 稻子高兴地接过胭脂盒 大哥帮你收着 稻盲见哥哥收了 呵呵直笑 然后拿起桌上盘子里的一块糕点 自顾自地坑了起来 稻花见了 忍不住笑道 这个小点心货 旁边宾客却在问稻子 小王爷 你咋让你妹妹抓胭脂盒呀 稻子回了一句 因为妹妹以后每天都要漂漂亮亮地说着 又看向坐着不动的稻苗 弟弟不咋聪明 老是爱发呆 得有人催促着 才会动一动 弟弟 抓这个 稻子指着一块巴掌大的玉如意 对稻苗说 平常稻子和双胞胎 常玩找玩具的游戏 基本上是稻子藏什么 双胞胎就找什么 于是 稻苗也很给面子地拿起了玉如意 然后塞到了稻子怀里 稻子笑眯眯地装进兜里 旁边的宾客则是笑道 玉如意 顺心顺意 吉祥如意 日后小世子必定能事事顺心 小王爷如今已经有兄长风范了 王爷 王妃真是好福气啊 竟得了这么可爱的三个孩子 大人们说着讨喜的话 稻子则是将桌上的东西收拢在了一起 一样一样地和双胞胎玩了起来 稻子在抓周里上得到了宾客的表扬 越发的好为人凶了 除了去书院读书 只要一有时间 就会陪双胞胎玩 娘 我同窗说 他们家里的弟弟妹妹满周岁后 就会说话了 怎么倒忙倒苗还不开口说话呀 倒花 每个孩子开口说话的时间都不一样 你 要想弟弟妹妹早点开口 就多跟他们说说话 稻子有些忧愁地看住双胞胎 倒忙倒苗别不是有毛病吧 双胞胎眨巴住无辜的双眼 懵里懵懂地看住他们哥哥 倒花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你就欺负他们还不会说话 要不然 非得回你一个你才有毛病 双胞胎开始学走路后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南山堂游 骨肩看住 这样做 一是让倒花有时间处理事物 二是让骨肩有事可做 骨肩的年纪不小了 去药局坐枕只是不让自己闲下来 看孩子却能让他身心得到满足 开始照顾双胞胎后 骨肩虽然每天都要费很多精力 但人却越来越有精神 心情也越来越好 倒苗叫生老祖宗 倒忙来叫老祖宗 有一天 稻子放学回来 刚到南山堂院门口 就看到骨肩拿着一块糕点 哄弟弟妹妹开口说话 稻子见了 连忙跑了过去 拿出在回来的路上买的唐人 给弟弟妹妹舔了舔 然后跟个狐狸似的哄着双胞胎 叫哥哥 叫了哥哥 还给你们吃 倒苗瞅着唐人 嘴角虽有晶莹的液体流出 可仍然不动如山地靠在骨肩怀里 倒忙可不干 迈着小短腿颤颤巍巍地扑向稻子 伸出手想要去够唐人 稻子将唐人举得高高的 叫哥哥 吃不到唐人 稻盲有些筑疾 啊啊地叫着 稻子不给 仍然高举逗妹妹 稻盲撇了撇嘴 一副像是要哭的样子 就在稻子犹豫住 要不要算了的时候 稻盲软糯糯地叫了一声哥哥 这可让稻子愣住了 就是骨肩也一脸惊讶 回过神后 稻子就是满心欢喜 老祖宗 妹妹叫我了说着 忙不迭地将手中的唐人 放到稻盲嘴边 让他舔了舔 稻苗看到稻盲有吃的了 这下坐不住了 有着身子让骨肩带他过去 骨肩弯住腰 潜住稻苗的叶枝窝 将人带到了稻子稻盲 人还没靠近 稻苗小嘴就张开了 一副要哥哥头位的模样 稻子没有立刻给 继续哄着叫哥哥 稻苗啊了两声 还挥了挥两只手臂 稻子不理他 又看向稻盲 再次给他舔了舔唐人 叫哥哥 哥哥 稻盲第二次开口 可比第一次顺畅多了 稻子笑眯了眼 看向稻苗 叫哥哥 稻苗看了看稻子 又看了看稻盲 最后又仰头看了看骨肩 然后才不情不愿地开口 哥哥 听到稻苗的叫声 稻子高兴地蹦了起来 将唐人拿给了骨肩 老祖宗你为弟弟妹妹吧 我去告诉娘弟弟妹妹 开口叫我了 看出稻子一溜烟地跑得没影 骨肩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看出双胞胎失笑道 你们爹娘肯定要吃醋了 别人家的孩子 最先叫的都是爹娘 就你们最先开口叫哥哥 双胞胎 你一口我一口地舔住唐人 都一脸地满足 听到骨肩的话 回了他一个无耻的笑容 当天晚餐的时候 在稻花 萧叶阳 骨肩 羡慕地注视下 稻盲 稻苗一口一个哥哥地叫着稻子 稻子笑得眼睛都没了 殷勤都喂住两个小的吃鸡蛋羹 瞧 他把爹娘都给比下去了 弟弟妹妹最喜欢的人是他呢 第一次开口了 之后再张嘴就容易多了 在稻花 萧叶阳 骨肩的努力下 过了一段时间 双胞胎也会叫爹娘和老祖了 进入四月 来往西凉的商人明显增多 四月初五这一天 门房地上来了一张李家的贴文 看到贴纸 道花还高兴了一下 难道二舅舅又来西凉了 打开贴纸看了之后 才知道是李家的女婿房梁吉 不用问了 西凉开户室 房家也想来分杯羹 第1029章 拿捏 房梁吉是二舅舅李新年的女婿 是大表姐李子玄的丈夫 看在李家的份上 此人登门 道花怎么都是要见上一见的 这边 房梁吉被管家领进王府后 并不敢肆意张望 只是在心中默默惊叹了一下 王府的恢红和贵气 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进亲王府邸 房梁吉暗下心中的激动 对于即将要和威远王妃见面这事 他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 西凉在他印象中一直是非常平级的 可这次过来 一路的见闻 可是让他震探不已 水泥关道 树石里一设的驿站 涨饰旺盛的庄稼 充满希望的百姓 这一切都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 一路过来的路上 他听到不少百姓争相称赞 威远王夫妇 不止威远王 还有威远王妃 一个女人能得百姓如此爱戴 就这一点 就让他丝毫赶小瞧威远王妃 虽说阴住妻子的关系 房家和王府也算有些亲戚关系 可是房家只是商户 和王府之间的地位差距太大 他可没底气 在威远王妃面前摆亲戚的谱 很快 郑院到了 古语亲自在院门口等住 见房梁吉到了 先是行李问好 然后才将人领进了客厅 草民见过王妃 房梁吉一进客厅 就忙不迭地给盗花行礼 盗花见了 并无眉太大的反应 他对子玄表姐的附加并不熟悉 只是客气不失礼地笑道 婊子快别多礼 快请坐房梁吉道 过谢后才孝珠坐下 期间尽量不让自己去直视 坐在主位上的那位 雍容明艳的王妃 以免让自己显得太过局促 他现在都还记得 当初和妻子定亲时 初次见到严家大姑娘时 那眼前一亮的惊艳感 如今十多年过去 惊艳感依然在 但对方身上的气势 已经压得不敢对视了 那一身的贵气 不容自己有丝毫冒犯 盗花笑着寒暄住 婊子一路辛苦了 这些年子玄表姐还好吗 房梁吉笑着回道 子玄一切都好 老王妃记怪了 盗花笑道 我就两个表姐 自然是时时想着的 房梁吉心头一动 笑道 子玄也时常跟我提起王妃 说她小时候 还在王妃家里读过书 学过里听道 这话 盗花恍惚了一下 小时候 我也常到舅舅家去玩呢 一晃这么多年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两个表姐 房梁吉连忙道 一定会有机会的 这次我来西梁 本也想带着子玄一块来的 可惜 她放心不下几个孩子 盗花淡淡地笑了笑 显然并不怎么相信这话 这个时代的男人 向来觉得女人就该待在后宅里照顾家小 打理家中数物 很少会有丈夫主动带着妻子出门游山玩水的 想到这一点 盗花就想到了萧叶阳 萧叶阳对她真的很包容 并没有将她限制在后宅里 在她喜欢做的事上都是耻之耻态度的 之后的谈话 盗花大多都是在说有关李家和李子玄的 她知道 这个时代的女人在婆家的生活大多比较艰难辛苦 她多提提 也算是变相在给李子玄撑腰吧 快到晌午时 盗花并没有要留房梁吉吃饭的意思 无她 萧叶阳不在 她也没想过要去将萧叶阳从衙门里叫回来 房梁吉看出了盗花的意思 心里虽有些遗憾 但能进王府见到威远王妃 已经可以让人知晓她背后站住王府了 有了这层关系 她可以很快地在西梁站稳脚步 房梁吉很有眼力地主动告辞了 刚走出院门口 就看到一个小身影气冲冲地跑了过来 盗子看到房梁吉愣了一下 连忙放缓了脚步 收敛了脸上的情绪 挺住胸脯养着脑袋走了过去 送房梁吉出来的古语连忙介绍道 小王爷 这位是你二舅爷家的子玄表姨的丈夫 您该叫表姨父道子欧了一声 原来是舅爷 家的亲戚呀 说着 双手做衣行了一个晚辈礼 表姨父好 房梁吉可不敢当这个礼 连忙伸手扶人 小王爷这可使不得道子 歪了歪头 面上有些疑惑 不过很快就笑道 使得的使得的 你是长辈子 看着如此支礼懂礼 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的道子 房梁吉心中很是感慨 好的教养确实重要 这一刻 他算是认可父亲想将家中数字数女 都让妻子教养的做法了 礼仪规矩就该从小学起 道子急着去见他娘 见房梁吉站在不动 眼珠一转 表姨父 你要走了吗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欢迎你下次再来我家晚 文言 房梁吉失笑 好 下次表姨父过来给你带好吃的 道子笑咪咪的点住脑袋 多谢表姨父等古语领着房 梁 急走了 小家伙立刻像个小炮杖一般 飞快地跑进了正院 娘 你快去管管妹妹 她将我好不容易搭建好的城堡 直接给推倒了 还有弟弟 她将我的泥人全部都给压扁了 中气十足的铜声传入耳中 还没走远的房梁吉感叹到 王妃真会养孩子 魏远王的长子不但长得壮实 见到生人 懂礼貌之进退 不过才五六岁的年纪 就能跟他寒暄了 想到家中两个数字这般大的时候 还要奶娘抱住走路 就忍不住摇了摇头 回去后 她得将两个数字送到妻子那里去 嫡子就被妻子养得很好 稻子拉着道花来了南山堂 指着洒落一坦的积木给她看 然后又给她看了看鸭扁的泥人 骨尖坐在一旁 笑呵呵地看住 双胞胎每次将稻子气得跳脚 她都能乐呵一天的 道花看住道子 这个是你和弟弟妹妹之前的问题 你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 道子看住道花 神色有些不满意 她叫娘过来 是为了帮她解决麻烦的 可 娘却将麻烦直接推到了她身上 她要知道怎么做 才不会找娘了 道芒师的小机灵 像是感觉到了道子的不高兴 手脚并用地爬了过去 盘她大哥站在了起来 随即又把她哥拉来蹲下 然后巴吉一声 亲在了道子的脸颊上 然后无耻地笑着 哥哥 看住妹妹甜甜的笑容 道子无奈地叹了口气 伸手搂住妹妹的小身子 躺在毯子上 懒得动弹的道苗看到了 磨蹭了一会儿 也爬了过去 抱着道子 在道子另一边脸上 巴吉了一口 随后 道芒 道苗你一口我一口 直接用口水 给他们哥哥洗了个脸 直到道子笑出了声 才算完 道花站在一旁笑看着 没有插手 道子见弟弟妹妹 又愉快地开始玩耍了 心中哀叹 每次都是这样 只要被弟弟妹妹一亲 气得不行的她 就没法再生气了 哎 她算是被弟弟妹妹拿捏死了 第一千零三十章 改变 娘 你要出门呀 道子见道花穿住便利的衣裙 双眼一亮 连忙跑去抱住她 你是不是又要去道乡村了 我也要去 自从弟弟妹妹满岁后 娘这已经是第三次出门了 道花摇头拒绝 不行 你还要去书院上课呢 道子绝嘴 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道花严肃地看住道子 做事要有事有终 当初你要去书院的时候 是怎么答应我和你爸的 道子泄气了 想了想 又开口道 那你出门了 弟弟妹妹们要怎么办 道花笑道 不是还有老祖宗看住吗 再说了 你爸今天休目 他也会帮忙看住的 见道子垂头丧气的 道花笑着解释道 道乡村那边的水渠 去年就挖好了 今年开始示众新培育的道 娘得多去看看实际状况 道子点了点头 好吧 不过下次你再去道乡村的时候 一定得带着我 他蛮喜欢去庄子上玩的 也不知去年他养的小猪还在不在 道花 下次去的时候 你要是再放假 娘就带上你 很快 收拾好的道花就带着女仆 婆子出门了 道子站在王府大门 用看复兴汉的眼神 看住他娘的马车走远 包子脸皱得都鼓了起来 这时萧叶阳开口了 走吧 爹送你去书院 道子哀怨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萧叶阳 老气横秋道 爹 你当初怎么就看上了我那没事 就喜欢往外跑的娘亲呢 萧叶阳斜了一眼 人小鬼大的儿子 随即还真的处住下巴 做出思考状 是啊 他怎么就喜欢上那个女人了 沉默半赏 萧叶阳耸了耸肩 谁知道呢 脑子被门夹了吧 从认识开始 他嘉仪一好像就喜欢往地里头跑 大概也是因为这份热爱 才会让他培育出高产两种的吧 被抛弃的同命相连的父子俩对视了一眼 同时发出了一声无奈叹息 摊上一个不住家的女人 怎么办 自己的王妃娘亲只能宠枪 道花才不知道父子俩的小心思呢 到了道乡村后 就去了水田培育区 如今的道乡村已经很有规模了 原本周边是有很多荒地的 可如今有不少人都闻名牵来了附近利湖建房 放眼望去 吹烟鸟鸟 田野葱郁 一片勃勃生机 5月11 道子满六岁了 这次 道子心满意足地吃到了他娘亲手做的生日蛋糕了 双胞胎正是缠嘴的时候 缠着道子喂他们 道子嘴上嫌弃双胞胎麻烦 可却十分熟练地投喂住两个小的 道花在一旁趁机说道 以前呢 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子 你每年就只能吃一次生日蛋糕 但有了弟弟妹妹后 你就可以多吃一次了 是不是很开心啊 道子想了想 可不就是这样吗 忙不迭地指点头 满了六岁后 萧叶阳就不再放纵道子了 特意让平亲王将京城有名的大儒请到了西凉 专门教导道子 这一下 道子逍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每天从国防学院回来 还要被家里的夫子叫去检查功课 国防学院施行的事 每五天休息两天 道子要是功课做得不好 休息时间就会被用来补课 这可愁怀了道子 但在学习一事上 不管是爹娘 还是老祖宗 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人为言轻的他 只能低头硬下 除了一开始有些不适应 慢慢的道子也习惯了夫子的检查 小家伙记性好 脑袋瓜子灵活 玩乐的时间倒也没减少多少 道子这下放心了 继续开开心心地过着他无忧的童年 没事就逗逗弟弟妹妹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转眼间 又到了秋收季节 7月30这一天 吃过早餐 道花就被神秘兮兮的萧叶阳拉着出门了 你干嘛呀 萧叶阳拉着道花坐上了马车 才开口 明天就是你生日了 我带你出去巴木散散心 刚好看看那边的护士情况文言 道花脸上顿时露出了笑意 接着又收敛了起来 可孩子们 萧叶阳 你就别担心孩子了 道子这两天放假 家里有救老爷看住 还有那么多女仆 婆子 不会有什么的 道花这才没再多说 出了城后 就掀开了车帘 还将头伸了出去 吹着迎面吹来的威风 萧叶阳见了 笑道 要不要下去骑马 道花笑着点头 要 好久没有私意策马过了 两人下了马车 翻身上马 马边落下 两匹马就如离弦的剑 一眼飞奔而出 啊 道花边策马 还不时地吼一吼 见萧叶阳只是笑看着自己 顿时笑道 你也大声吼一吼 这样可以让心情顺畅起来 来了西凉后 萧 叶阳的压力其实还蛮大的 这两年他肩上的胆子倒是轻松了一些 可是要管理着整个西凉 各种烦心事肯定少不了的 萧叶阳摇头拒绝 不过最后还是道花的纠缠下 吼了一嗓子 这一开头 就停不下来了 之后 跟在后头的德福等人 就时常听到萧叶阳和道花 不时地吼上几嗓子 然而 封过头的结果就是 道花嗓子哑了 对此 萧叶阳有些想笑 让你不要那么用力吧 你偏还不听 现在知道厉害了 把道花揉住嗓子 哼了哼 等到了驿站后 我熬服药 来喝就好了 在驿站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 萧叶阳就带着道花 再次来了巴木边镇 马腾身为镇长 知道萧叶阳会来 早早就候在了镇口 如今的巴木镇 可和道花第一次来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不但扩建了很多 而且异常热闹 骆驼队和车马队 几乎将镇口堵住了 在马腾的介绍下 道花知道了 这里的常住人口和流动 人口比之以前 那是翻了十好几倍 镇子里不仅有大厦人 西辽人 甚至还有西域 其他诸国的商人 如今的巴木镇 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商人们都想在这里 有间自己的铺子 可惜 扩建的商铺 都掌握在官府手中 只有官府承认的商人 才有资格 租赁这边的商铺 自从开了户市后 商店就供不应求 只有银子没关系 也是租不到商店的 而没有铺子的商人 只能到规定的商业区 去进行贸易买卖 第1031章 熟人 在马腾的带领下 肖叶阳和道花 步入了巴木镇 刚进去 就看到西域商人 拉着几车香料 豁大下商人 换了大量的丝绸 瓷器 这买卖交易量挺大的马 道花感叹了一句 马腾在一旁笑着解释 咱们大下的丝绸和瓷器 在西域诸国很受欢迎的 以前商人们 只能私底下进行交易 这种情况下 带回去的商品 就供不应求了 如今户市开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肯定会有 越来越多的商人涌入 到时候 商品就不那么 奇获可居了 所以趁着这户市 才刚开放 有点底蕴的商人 都想多运 点货物回去 好多赚一些 道花点住头 饶有兴致地看住 街道两旁 琳琅满目的西域物品 肖叶阳走在他身侧 时刻注意住他 避免被人冲撞到 西域诸国的东西 还挺不错的 道花一路逛一路买 没一会儿 德福几个手中 就提了不少东西了 肖叶阳面露认同 从交易的商品来看 也能大大地判断出 各国的实力 开放护士 除了交流商品 互换有物 还能从侧面打探 西域诸国的国力情况 这一点 才是皇上和朝廷 最重视的地方 当然 西域诸国来大厦经商 肯定是要缴一定的税金的 就这几个月的情况来看 金额还挺喜人的 镇上的治安还不错 每条街上都有巡逻的衙役 镇中心还有专门处理 事物纠纷的衙门 肖叶阳去了一趟衙门 想要看看近段时间 商人的登记状况 道花没跟住 进了旁边的店铺 店铺里贩售的东西有些杂 有西域特产 也有大厦商品 道花一进去 就被墙上挂住的一张壁毯 吸引住了目光 道花站在壁毯前 仔细地看着壁毯上 戴住前世敦煌画壁风格的图案 神情微微有些恍惚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华丽绸缎的妇人 走了过来 也不管站在一旁的道花 身边的丫鬟 嗨挤得鼓语 毕时往后退了退 伙计 这张壁毯我要了 给我包起来 道花背着声音精的回神 转头看了看说话之人 急眼过后 竟发现这人有些眼熟 像是在哪里见过一样 房夫人来了呀 店铺管事笑容可掬地 走到华丽妇人面前 房夫人眼光真是厉害 这种壁毯可是大事国皇室专用的 是我这店里头价值最高的西域商品了 没想到您一眼就看出来了 妇人被说笑了 豪气地说道 给我包起来吧 我要拿回去孝敬公婆的管事 一边恭维着妇人 一边让店里的 活继取壁毯 并没有理会站在一旁的道花 古语看出道花喜欢这张壁毯 当即不悦道 这位管事 买卖东西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吧 我家夫人正看住这张壁毯呢 管事神色一顿 刚刚只雇住招待房 夫人 并没有多注意店里的其他客人 听到古语不悦的声音 这才打量了一下道花主仆 这一打量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这次出门 因为有宵夜阳根柱 道花带了古语和壁食两个 王府丫鬟 婆子众多 古语和壁食 作为道花身边的大丫鬟 每天要管着这么多人 周深的气度和威食 早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了 如今古语板住脸不悦地看住管事 管事竟有些不敢直视 道花戴着帽 为了清楚地观看壁毯 将锤沙掀到了两旁 此刻正若有所思地 打量住眼前的房夫人 眼熟 夫家还姓房 这不得不让道花想到了 前不久来细凉的房梁集 此人和房梁集有什么关系吗 孙家月也在打量道花 她也觉得道花有些眼熟 不过一时间也没想起在哪里见过 能让她记住的人 非富即贵 看出道花等人身份不凡 孙家月有些不舍地看了一眼 必谈 公爹就是喜欢这种异国的物品 要是买回去了 一定能讨公爹的欢心 不过 最后她还是选择了放手 这些年她能一直得宠 还能陪着相公到处奔走 可不是个眼皮子浅的 孙家月当即笑着 对不知如何是好的管事说道 既然是这位夫人先看上的 那我就 下次再来相公念旧情 平时也愿意宠着她 可她也清楚 在外头绝对不能给房家添麻烦 管事立刻投去感激的目光 房夫人放心 下次再见大事国商人 我一定让她再带一张这样的壁坦 孙家月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丫鬟离开了 管事这才看向道花主仆 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 这位夫人 这张壁坦要包起来吗 道花点了下头 然后问着管事 你们这家店铺 我瞧住 在正街上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那位房夫人什么来头呀 竟让管事这般殷勤 管事哄一笑 想到刚刚孙家月给自己解围 并没有说什么 道花见她不说 眉也在意 直接对住壁石道 让外头的人去打听一下 壁石扶了扶身子 刚准备出去 萧叶阳就带着的扶进来了 怎么 有看上的东西吗 道花笑道 看上了一张壁坦 还看到了一个眼熟的人 萧叶阳挑眉 谁呀 道花摇了摇头 想不起来了 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应该很快就能知道了 看住不怒自威 气势非凡的萧叶阳 本能感觉不好的管事开口了 那位夫人是房计筹断铺房老板的夫人 说着 飞快地瞅了丑霄叶阳和道花 房老板据说和微远王府连曾亲 这话一出 道花眉头顿时猝了猝 敢在外头称和王府连曾亲的房老板 除了房梁吉 谁还有这个胆子 来府里见我的时候 还一副老实本分样 没想到转过身 就敢在外打着王府的名号了 谁给她的权利 最让道花生气的 还是那个管事 口中的房夫人 那女人要是房夫人 那在房家伺候公婆 照顾子嗣的子玄表姐 是什么 一个妾室 竟敢公然穿着大红衣上在外走动 而且还明目张胆地自称房夫人 她房梁吉 还有没有将嫡妻放在眼里 道花眉心情逛街了 拉着萧叶阳静止出了店铺 等人全部离开了 管事才双脚发软的 靠在柜台上 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她好像猜到那些人是谁了 第1032章 贪得无厌 房济筹断铺 因为房梁吉到西凉的时间 并不算早 她来八木镇的时候 地断好的商铺 早就被人抢光了 如今房梁吉租下的店铺 只有百多平米 就这么一间铺子 还是房梁吉 爆出了威远王府的名号 才得到的 店铺后院 孙家月回来后 心里就有些不安 不断地在房里回想 刚刚见到的那位夫人 会是谁 不怪她想不起来 实在是孙家月 只和道花见过两三面 这还是在房梁吉 和李子玄定亲的时候 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实在想不起来 孙家月也懒得想了 找来丫鬟问道 老爷现在在做什么 丫鬟 老板正在 前头接见方 许两家的老板 孙家月撇了撇嘴 肯定又是来找相公 帮他们租赁铺子的是丫鬟 笑道 谁让八木镇 这边的铺子这么难租呢 要不是老爷找到了关系 咱们家说不定也好 那些流动商人一样 运着货物四处贩卖呢 听到这个 孙家月脸色就有些不佳 相公能迅速 在西梁找到关系 还是因为李子玄 想到坐着房家 当家主母之位的李子玄 她心里就不甘得很 她样样不比李子玄差 但偏偏却要屈居她之下 生生矮了她一头 这一切 就是因为李子玄有个好姑姑 孙家月纵有在不甘 如今也只能忍下 她知道 除非严加倒下 否则 她这辈子都没办法越过李子玄 很快 孙家月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嫡妻又怎样 相公虽敬重李子玄 但却更宠自己 待在身边四处游山玩水的 也是自己 相公和李子玄之间 更多的是利益结合 而非情义 她就不一样了 她和相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相公心里头显然是更在意自己的 要不然 她对外自称房妇人的时候 相公也不会不阻拦 想到这里 孙家月心情瞬间好了 让女仆准备了些糕点 起身准备给前头的房梁集送去 前头店里 两个四十多岁的中年锦衣男子 正左一居右一居的公围柱 比他们矮了一辈子的房梁集 在中州 方 须两家和房家也算是交好之家了 身为长辈的他们 却要去讨好当晚辈的 这多少让两个中年男子心里 有些不得进而 但这有什么办法呢 在西梁 他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房家 背后可是靠着微远王府呀 贤侄呀 我们之前使了点银子 买通了一个官府的人 听他说 好像最近又有一批店铺要造租了 如今来巴木镇经商的人实在太多了 咱们 根本抢不到名额 你看 你能不能帮我们弄到一间铺子呀 房梁集面路为难 两位叔父 这边的铺子有多难租 你们是知道的 我这也不敢打包票呀 房家老爷当即笑道 贤侄 你这就太谦虚了 别人不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吗 你和微远王府 那是实打实的亲戚啊 你要开口了 官府的人还敢不办 杜家老爷接过话 你放心 只要你帮了我们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说着 从衣袖中抽出了几张银票 房梁集壮若无意地扫了眼银票 贱面额是一千两的 眼中划过满意之色 不过面上却洋装不满道 两位叔父这是做什么 以我们的关系 你们有困难 我还能不帮吗 这银票你们快拿回去吧 听到这话 方老爷和杜老爷都松了口气 方老爷笑道 你帮我们的忙 一定是要上下打电的 难道这还要你破费不成 杜老爷 是啊 贤侄 你就收下吧 我们的事就劳你烦心了 又说了一话话 方老爷和杜老爷就起身离开了 房梁集亲自将人送出了店铺 这时 孙家月从店铺后走了出来 站在门口 和房梁集一起送别方老爷 杜老爷 我想起他是谁了 店铺对面的马车里 道花脸色难看的 看住孙家月 挽住房梁集的手臂 回了店铺 萧叶阳 谁呀 道花 名字我也不记得了 不过当初子玄表姐 和房梁集定亲的时候 我见过这人 是房梁集好友的妹妹 好像姓孙 萧叶阳见道花 眉头皱得紧紧的 伸手给她抚平 你想怎么做 道花沉默了一下 这是子玄表姐的家务 我不好插手 可是视而不见 我又做不到 最可恨的是 房梁集还打着 王府的名义行事 太让人生气了 萧叶阳想了想到 房梁集好解决得很 就是得顾及你表姐那边 要不 你把陈志叫过来问 道花点了点头 房梁集让一个妾室 在外面充当嫡妻这事 欲情欲礼 都该告诉李家人的 孙家月数了树方 杜两家给的银票 笑着和房梁集道 算他们还十项 刚好一万两 房梁集直接抽了两张 给孙家月做零用 看到喜欢的 就买孙家月笑着 将银票收起来 然后飞快地 轻了一口气 房梁集 刚刚你们的谈话 我也听了几句 既然有新的店铺招租 我们要不要 也多租几间呀 房梁集笑着点头 放心吧 我早就和 衙门里的人 打过招呼了 让他们将 地段好的铺子 给我留着 说着 面上露出自得之意 幸亏李家 和颜嘉莲曾亲 威远王府的名号 在西梁 可是真的好用 你知道接待我的人 是谁吗 是巴木镇的镇长 此刻 房梁集 那是无比庆幸 房家和李家结亲了 因为背靠着颜嘉 这些年 房家的生意 是越做越大 如今但凡知道 他和威远王府 沾着亲的人 无不及力奉承讨好他 他很享受 众人的吹捧 孙家月见 房梁集 如此推崇李家 性质有些不高 不过还是高兴地 附和住房梁集 房梁集笑着说 我不但要多租几间铺子 还要拿到售卖 茶叶的名额 西域诸国 对茶叶的需求 才是最大的 只要拿到了名额 房家的生意 很快就能更上一层楼了 这话 让孙家月 眸光闪了闪 只见他勾着 房梁集的脖子 撒娇道 相公 巴木镇这边的生意 这般大 要不把我哥 叫过来帮你吧 你这么厉害 连方 杜两家都能帮 也帮我哥 要个售茶的名额吧 你别忘了 我家可是有一个茶园山庄的见 房梁集面露犹豫 孙家月立马道 你若是怕妇人和李家不高兴 铺子就以你的名义 开房梁集想到 好友监救兄的孙永逸 这些年日子并不好过 心里也有星象邦 想了想 还是点头同意了 第1千033章 缩头乌龟 房梁集的事 虽让道花心中不快 但并没有影响到 他逛街的兴致 这次就他和萧叶阳出来了 回去后 三个小的肯定要闹 少不得要给他们挑几件礼物 用来安抚 萧叶阳走在后头 看出道花兴致勃勃地看看这个 事实那个 脑海中不由想起一些 他们在中周的画面 那时的依依 跟夏日的太阳一样灿烂 光芒四射 走到哪里都是喜笑颜开的 那无忧 明媚的笑颜 总是让人一不开眼睛 自从嫁给他后 倒是让他多了许多繁愁 在京城 要应付各方关系 来了西梁 条件又这般差 现在又有了三个小孩子要照顾 他脸上的轻快笑颜都少了 以后每年我们都出来散散心 只我们两个 道花正在给孩子们挑选西域面具 冷不丁地听到萧叶阳说这话 还有些照意 不过能出门游玩 他是没有不答应的 好啊 只要你有时间 我完全是没问题的 将西域商人开的铺垫逛了个遍 萧叶阳和道花就准备打到回府了 离开前 萧叶阳将马腾叫来吩咐了几句 日后除非我亲自打过招呼的 否则不管是谁打着王府名义 你都不用理会 更不能许与方便马腾 连忙硬下了 今天他一直跟住王爷王妃 自然看出了他们对房际绸缎铺老板 房良级的不满 被一直记下了 回了王府后 道花并没有直接写信给李承志 而是先让颜文修来了一趟王府 和他商量了一下 颜文修听了经过后 也是十分的生气 两个舅舅早年帮过颜家粮多 两个表妹小时候 还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 跟亲妹妹也差不了多少 如今被房良级如此怠慢 心中自然恼火 这事还是得问问陈志 房家的状况 你我都不太清楚 我们贸然插手 会让子璇表妹难做的道花面露赞同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 我的脾气 恨不得直接将房良级撵走 可又担心她回去后 将火发到子璇表姐和孩子身上 那我倒是好心做坏事了 我这就给陈志表哥递消息 让 他来梁都一趟 李家在西凉的生意 主要集中在甘州 巴木护士开放 李承志自然也想赚西域商人的银子的 不过 李家商号并没有入住巴木 这是因为他集住李家和威远王府的关系 知道将来不久 甘州也会开放护士的 规模比巴木更大 毕竟甘州才是和西域诸国直接接壤的周域 巴木只和西辽接壤 其他国家的商人过去 还得经过西辽 行程并不便利 李承志做生意讲究一个文字 如今就他一人在西凉 他并不想将李家生意扑得太大 免得出现经营不善的问题 我知道甘州也要开护士 就没再去巴木了 李承志收到道花的书信 还有些构意 看过信上的内容后 脸色有些难看 当天就起码去了凉都 吃过饭 几人就坐在客厅里 说起了防凉级的事 道花率先开口 三表哥 孙永毅是防凉级的好友 你们怎么会同意 让防凉级纳他妹妹为妾室呢 这个时代男人纳妾虽是合法的 但是嫡妻是有否定 全的 防凉级和孙永毅是好友 孙家越小从就认识防凉级 那个这样的小妾回家 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说起这事 李承志也是一肚子窝火 叹气道 防家担心子璇生不出儿子 便提出要纳妾 事关防家四传承 李家就是想反对也无法 阎文修皱眉 那也不该那孙家女孩呀 李承志冷笑出声 那孙家越一直倾慕防凉级 一开始只是孙家越惦记 可后来 防家和我们家结了亲 沾着阎家的光 防家生意越做越大 孙老爷也开始动心思了 孙永一世 防凉级的好友 两人时常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一次防凉级去孙家做客 孙家越就趁机爬了防凉级的床 当时子璇刚生下第三个女儿 防家就以这事为由 逼迫子璇同意孙家越进门 子璇自然不愿 告诉了家里 我们知道这 事后 当然是不同意的 防家也不想和我们闹得太僵 这事就僵持住了 可是 一个月后孙 家越竟怀孕了 这下 防老爷和防夫人纷纷登门请罪 最后竟直接给子璇下跪 求他同意 公婆给媳妇下跪 不管是何原因 都是子璇的不适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为了三个女儿 子璇只能咬牙同意了 道花听得气得不行 这是归根到底 都是防凉级的错 明知孙家越对他有意思 他还跑去孙家 一点也不必先说着 顿了一下 对了 三表哥 事情出了后 防凉级干什么去了 怎么只听你说 防老爷防夫人赔罪了 李晨之吃笑出声 防凉级自觉对不起子璇 跪祠堂抄佛经去了 听到这个 道花无语了 这简直就是 个缩头乌龟呀 自己犯了事 不去承担 反让父母在前头顶住 颜文修开口了 这才是防家人的厉害之处 孙家越进防家门 已经摆明 没了转环的余地 而李家却不愿意 这时候 若要让防凉级出面请罪 一个弄不好 不仅会伤了 他和子璇表妹的感情的 还会招来李家的厌恶 防家若还想靠着李家沾光 防粮急救 不能得罪李家 如此一来 只能是防老爷防夫人出面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之后的事 道花大概也能想到了 为了三个女儿 子璇表姐 也只能在房家忍辱负重啊 道花看住李晨志 三表哥 这些事你和舅舅 怎么都没跟我们提过 我娘他们也不知道吧 颜家要知道 房家想沾光 做梦去吧 李晨志笑道 姑姑姑丈 还有表哥表妹 你们都帮助李家良多了 哪能什么事都来麻烦你们呀 见道花和颜文修都沉着脸 李晨志笑道 你们也 别为子璇担心 好在生了三个女儿后 总算来了一个儿子 孙家如今 但生意都要靠住房家 房老爷房夫人是知道轻重的 对子璇生的嫡子 要好过另外两个数字 道花挑眉 两个数字 都是孙家月生的 李晨志有些苦涩地点了点头 当初说是孙家月 主动爬的房梁吉的床 可之后呢 房梁吉心里 若对孙家月没感情 若在乎子璇的感受 怎么会和孙家月 生下第二个孩子 听到这个 道花心里 越发地厌恶房梁吉了 房梁吉让一个妾室 生两个儿子 这妾室 还明显和子璇表姐不对付 她这样做 是一点没有考虑 子璇表姐的感受呀 三表哥 房梁吉带着孙家月 出门做生意 也是房老爷 房夫人允许的了 李晨志点了点头 这种事我们也不好多说 毕竟出门在外 房 梁吉也是需要人照顾 何服事的 道花又问 如今孙家月 公然在外 称自己是房夫人 还穿只有正妻 才能穿的大红绸缎 你们预备怎么办 文言 李晨志面色难看的不行 我 会写信回去告诉父亲和二叔的 这次房家不给李家一个交代 这是没完 颜文修摇了摇头 房家能给什么交代 无外乎就是不让房梁吉带孙家月出门了 这对李家 或子璇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 一丁点好处都没有 道花也开口道 三表哥 你们就不想教训教训房梁吉 其实所有的事归根结底到底都出在他身上 不管是那孙家月进门 还是带着孙家月出门 纵容孙家月在外以正妻自居 都是房梁吉做的 李晨志沉默住没说话 李家上下都想教训 房梁吉 可是他们得顾及着子璇和他的四个孩子 李家真要和房家闹僵了 最后吃苦的还是子璇和他的孩子 言文修 这是李家不好出面的 子璇是房家的媳妇 他的孩子是房家的子嗣 阴住这个 房家就吃定了李家 料定李家不敢对房家如何 道花 李家不敢 我敢 说着 看向李晨志 三表哥 房梁吉在八木镇打着王府的名义行事 这是我和叶阳都很恼火 准备消了他在八木经商的资格 你怎么看 李晨志心中一喜 父亲和二叔时常告诫他 让他不要太过麻烦表哥表妹 大家虽是亲戚 可以要有分寸 如今表妹原因帮忙教训房梁吉 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房梁吉既犯了错 自然是要受到惩罚的 道花笑了 既然你同意 那我即可让人去做沾了妻子的光 还让妻子打掉牙齿或血吞 他却占尽了便宜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 不让房家人痛一次 他们还真以为李家好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